24小时后 所有人类将变成自己吃下的最后一只动物 我正在篮球场吃着炸鸡 这突然出现的声音我显然不幸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听 直到大批量的人涌入了医院 以及媒体在电视新闻上的播报 我才逐渐地相信了事情的真实性 火急火燎地离开了篮球场 因为鸡这种生物 明显处在食物链底端的动物 等全球动物化降临后 肯定只能沦为食物 我现在迫切地需要寻找到一个新目标 至少得让我在今后能够活下去 几种凶猛的食肉动物 在我的脑海中一一划过 但随后又被我全部否定 我现在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连靠近那些动物的机会都不会有 更别提示他们了 看来得去野外碰碰运气 下定决心后 我迅速将一些东西塞入了背包 此时的街道上 有着许多和我一样想法的人 全副武装地朝着出城的方向走去 城市里的动物数量有限 而且大多是一些宠物 我刚刚打算骑上自己的小单车 却冷不丁地被人从身后拍了一下 回头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同学兼死党 王启力还没等我开口 他便兴奋地说道 你听见了吗 王启力这个家伙是个资深老书虫 刚刚听到地球意志的声音后 整个人都兴奋得不得了 在他看来自己绝对是天命之子 在全球动物化后 他一定可以像小说主角一样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最后走向世界之巅成为霸主 听见了正准备去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动物适合我 王启力向我发出了邀请 希望我能陪他一起去 在学校里我们二人的关系是最近的 他觉得等自己变成凶猛巨兽之后 我一定能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这个家伙家境殷实 说不定真的会有寻常人不一样的路 果然 王启力下一秒说的话让我两眼泛光 地球意志不是说了 会变成自己吃下的最后一只动物 可是地球意志可没有说 一定要吃现代动物 王启力这个想法我也有想过 只不过我根本没有想到灭绝动物 王启力左手搭在我肩膀上小声道 我们家是开建筑公司 几天前我们家来了一个大单子 逝去山区的一个小村庄给别人挖地基 结果我们开工竟然挖到了恐龙化石 王启力眉飞色舞的说道 此刻他脸色可是激动无比 我在听见恐龙化石后心里更是一惊 好家伙恐龙化石都被你挖到 这运气该有多逆天 随后他又继续补充道 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恐龙 但是按照图片对比来看 很大的几率是暴龙化石 暴龙又名霸王龙 听名字都知道他的厉害 是中小型暴龙科最大的一种霸王龙 同时也是体型最为粗壮的石肉动物 要是真的啃下他的骨 那现在陆地动物没有一个打得过 因为根本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 霸王龙平均体重都在九吨 大象发现的最大个体也就八吨 连人家平均水平都没有达到 这就证明霸王龙绝对可以在如今的陆地上称霸 可我不明白他 跟我说这些干嘛 如此大的激励他就这么跟我说 其实我和王启力关系很好 但我也不相信单凭这个 王启力能告诉我这个消息 这家伙肯定另有所图 果然我一眼就看穿了王启力的心思 他的想法很简单 在全球动物化还没有降临之前 召集一些信得过的伙伴 然后再聚在一起 共同干了这一碗暴龙骨头汤 对于这一点我只能摇头叹了口气 王启力太单纯了 也许现在人家会乖乖听你的话 可是等全球动物化真的降临后 都成为了霸王龙 那别人凭啥要听你 除非到时候有人的实力傲视群雄 不然同为霸王龙的大家 可不会听一个人的话 王启力见到我叹了口气 心里就咯噔一声 如同一颗大石头砸在了他心里 自己才刚刚找到第一个人 难道就要被拒绝了吗 并且对方还是自己最信任 打算培养成左膀右臂的好朋友 但作为朋友 我还是提醒他不要有这种想法 没有人会在秩序崩坏的条件下 会幸福听令于一个人 除非那个人的实力碾压 如果你听了我这一句话 还愿意给我分享霸王龙的话 那我们就去 我说完之后就准备转身离开 等等下龙 王启力捏紧拳头面色苍白 似乎在做什么重大的决定 走 我们一起去干了这一碗霸王龙骨头汤 但是我还是打句道 先说好我可不会听你的话 身为穿越者我也有着自己的倔强 怎么可能 甘心屈居人下 在我的内心有着属于自己的原大抱负 而这次的全球动物 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王启力捏了捏拳头 到时候我俩再好好决战一下 谁赢谁当老大 他这样想我倒是同意了 我们一拍即合 立马就朝着那恐龙挖掘地开去 大批量的人开始前往动物 希望能在变身前 放在了水熊虫这种不死的生物 本来我跟着死党来找暴龙化石的 结果却被死党的仇人陷害 不仅把我们关了起来 还扔来一只绿王八来羞辱我 王启力觉得对不起我便祖宗保险 还询问起我最后吃的什么动物 听到这话我更爱情 因为我最后吃的是奥尔兰脆皮烤鸡 这么惨 我最后吃的好歹是一只恶龟 王启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恶龟 我没想到她吃的尽是那玩意 因为一开始觉得恶龟很帅跟玄武似的 刚好我又养一只小恶龟 随后我就把小恶龟给烤了 不过后来又想到了这里的暴龙化石 于是我就马不停蹄地挡过来 那你这还不一样是王八吗 我无语地跌脚一冲 那不一样 那可是恶龟啊 并且还是可以生长到200千克的恶龟 的确恶龟在防御力与攻击力上 都是十分突出的 也是 那以后就只能养仗你保护我了 王启力当即就拍着自己胸脯保证放心 交给我我绝对不会让别人伤害你 现在的王启力很高兴 自己误打误撞还是把我收了当小弟 居然是一只鸡 我苦笑拿出了计时器看了看 只剩下三个小时了 这时王启力开始提醒我 你看看你带的食物里 有没有用别的动物为原料做的 我一听眼前一亮 当即就打开了自己的背包 一个包中的鸡腿还是鸡 我又开始翻找 最后拿出了饼干火腿肠方便面薯片 以及一瓶还未喝完的水 火腿肠好像是用猪肉做的吧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不过猪再怎么说也比鸡好 等等你这管血是啥 王启力最后从我背包里 拿出了一管血液 我轻轻贴了一眼装有血液的试管 那是我体检石抽的血 王启力空欢喜了一场 她还以为 是我带的什么厉害动物的血液 我刚想要把血管重新放回到书包里 结果脑海中一丝光芒闪过 等等 人也算是动物啊 自己要是把自己的这管血喝了 那岂不是说自己啥也不变 就算是变成人 那也比变成动物好吗 除非我变得是狮子老虎那种猛兽 可现在我只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鸡一个是猪一个是牛 想到这我很下心拿起了里面的血管 然后猛然灌进了自己的嘴巴 那血腥的味道瞬间就布满了口腔 即使知道这是自己的 可是那作偶的味道 依旧差点让我受不了 我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默默坐在地上 靠在墙面等待着动物化酱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外面的谢天丽成功做好了一锅暴龙化石汤 谢天丽闻着这带有一万年气息的汤 忍不住流了流口水 旁边的村民也是咽了咽口水 他们其实也想要吃啊 但是谢天丽可不会让他们跑 唯一可以吃骨头汤的 只有谢天丽的保镖 他叫二狗子 谢天丽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二狗子智商有点问题 但是他却是天生神力 并且非常看重谢天丽 谢天丽相信 即使二狗子和自己一样变成霸王龙 依然会听他的话 很快时间到了 所有人类的耳朵再次传来声音 人类 你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动物 将会与动物一样 开启一场自然进化 食肉动物每杀死一个敌人 那就可以获得进化点 进化点按照对手实力掉落 而食草动物则需要生存下去 每生存的时间多一天 就可以获得进化点 进化点按照当天的表现作为奖励 现在全球动物化正式开始 地球意识的声音 再次出现在全人类脑海里 随着他的一生令下 各地所有的人都发生了变化 身体开始缩小 王启力变成小鳄龟了 他赶忙回头看向我 想要看看我变成了什么样 过去这他喵是什么鬼东西 王启力有些不可置信的 看着眼前出现的庞然大物 因为那是一颗有人脑般大小的蛋 老王是我下龙 我他喵的是个傻逼 明知道会变成自己吃掉的 最后一只动物 我却偏偏吃了一只鸡 为了避免成为这么垃圾的生物 我忍着腥味喝了一口自己的血液 没想到我却变成了一颗巨大的蛋 可即使变成了一颗蛋 我却依然可以看清蛋外面的景象 并且还是360度无死角的那一种 而现在的我似乎是蜷缩起来的 类似于一种长条状的动物 突然一道空灵的声音出现在脑海中 恭喜宿主变成龙身 正式解锁华下神龙系统 神龙 我不可思议的瞪大眼睛 我居然激活了穿越者必备的系统 而且系统竟然还说我现在是龙身 老祖宗成不起我 我们果然都是龙的传人 系统你有什么作用 我压抑住心中的喜悦问答 系统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持宿主变为真龙 检测到宿主身处动画时代 现开启神龙进化方案 目前进展为龙神弹期 宿主下龙复化期一万年 天赋技能一 天雷护体 龙弹可以召唤出神法天雷 造成大范围的杀伤力 消耗十点灵气 天赋技能二 龙威 龙弹天生拥有龙族的无上威压 对绝大多数的生灵都有压制效果 自带威压无需消耗任何灵气 攻击灵防御一百 速度零 恭喜宿主变化成龙 每十点进化点可转变为一点灵气 而每一百灵气就可以加速孵化七十年 光宿主加油进化 孵化气一万年 龙弹里面的我嘴角一抽 别人都是在外头疯狂进化 而自己却是要一万年的孵化气 到那个时候估计上一批人类全挂了吧 还好进化点可以转变灵气加快孵化 听系统的意思是 我似乎是灵气修仙的 而别人都是生物进化的 话说系统 为什么我的攻击是灵 我疑惑地问道 因为宿主是一颗龙弹 没有任何攻击手段 唯一手段便是觉醒的天雷护体 此天赋是为了保护龙弹在孵化七十 不被其他猛兽盯上 顺便提醒宿主一句 因为您变成了最高贵的神龙 此刻的龙弹身姿 对于其他动物来说拥有致命的诱惑 别的动物若吃掉你 那它便可以觉醒龙的血脉 现在送宿主系统大力高一份 是否打开 赶紧打开 话音刚落 我眼前闪过一道金光 一团能量体猛然钻进了自己身体 恭喜宿主获得一百点灵气 我终于是松了口气 还好系统自己会松一些 不然以现在不会动的样子来说 那就是别人眼睛中的火把 连反抗都不会的那一种 在处理完系统这一件事之后 我身边就不断传来王启力的声音 老兄你这到底变成了啥呀 王启力隐约感觉到 我变成的这颗蛋非常香甜可口 不过由于身为人类的本能克制 她忍住了这一个冲动 没什么我忘记跟你说了 其实我吃的是鸵鸟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自己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 在没进入到龙神幼年期时 不会暴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王启力对此有些无语 本想着我能变成一只小牛肚 保护幼年期的自己 却没有想到对方更需要自己保护 就在此时 一声震天动地的嘶吼从外面传来 突然一阵沉重脚步声传来 完蛋了下龙 一定是谢天力那个王八蛋 王启力惊慌失措的喊道 现在能传出那么大动静 估计也就只有吃了暴龙骨头汤的谢天力 但我却不怕 只要谢天力敢对我们动手 我绝对会拿出天雷护体 在谢天力身上开刀 毕竟我还不知道天雷护体的威力 我将龙蛋上的五彩特效关掉 全部收入了龙蛋里 同时一只足有成年人伸刀的凶猛恶手 将头从外面探了进来 谢老板叫你们过去 二狗子眼神狠利地望着我们 王启力从恐惧中回过神来 现在自己是一只恶龟 就只能暂时寄人理想 王启力来到我身边 将我背在了自己的龟壳上 还好即使是幼年期的恶龟 可以移动的好主意 自己虽然不能动 但是别人能动啊 特别是王启力这个家伙 那么大一个龟壳正好可以拖住自己 王启力的步伐非常稳重 生怕不小心把我这颗蛋给摔碎了 看着王启力这一系列 小心翼翼的动作 我其实很想告诉他 我自身的防御力已经到达了一百 只要不是上蹲的力量突然压下来 自己即使摔了都一点时都没有 王启力跟在二狗子的身后 望着暴龙背影 眼神中充满羡慕 我心里暗暗发誓 只要这家伙肯帮助自己前期一动 等我成功孵化以后 我可以送给他一些龙血 神龙的血液可不是普通的血液 普通的生灵只要吃了一滴 立刻就能拥有一丝龙族的血脉 从而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 而这些都是我在激活系统以后 系统输入到我脑袋中的知识 很快二狗子的带领下 他们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村委会院子 本来附近站着的村民 现在全部都变成了一只只狗 此时的谢天丽站在大厅 周围的小狗瑟瑟发抖 因为就在刚刚 一个村民直接被谢天丽一口吞掉 吞掉他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咬合力 以及会获得多少进化点 结果却让谢天丽大失所望 一只小狗竟然才值一点进化点 谢天丽对于那些小狗乏了胃 反倒是一眼就认出了变成恶龟的王启力 并且开始嘲讽 毕竟王启力那憎恨的目光太眼熟了 谢天丽 要啥要寡心听增辩 王启力难得硬气了一回 在看到地上流淌未干的血迹之后 王启力就知道自己估计是难逃一死 我可以不吃你 让你就这么生存下去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只需要你给我磕三个想头 并且每磕一个 嘴里都要大声喊一句 我王启力爸妈不是人 是畜生是杂种 觉得怎么样 你放屁 王启力怒吼道 自己就算再怎么贪生怕死 也不会这么辱骂自己的爸妈 是吗 狗子们给我去把她背上的蛋拿过来 在治了王启力这个小王八之前 老子要吃一个开尾菜 把王龙的一声令下 周围变成小狗的村民把我围了上来 王启力立马就挡在了我的面前 看样子是要保护我 虽然她只是一只脸盆大小的恶龟 可是那不满尖刺的龟壳 以及满脸猙獰的恶龟头 也足以形成足够的威慑力 周围村民根本不敢贸然上前 毕竟恶龟的咬合力可不是吹的 村民们把王启力包围了起来 迟迟不敢发起进攻 就只会发出无能狂叫 够了 变成霸王龙的谢天力发怒了 再不动手 导子就要吃狗肉火锅了 村民们一个个害怕起来 开始大着胆子试着前后夹击 毕竟谢天力的血盆大口可不是盖的 肯定必死无疑 一只体型巨大的小狗 来到了王启力背后 想要张嘴咬王启力的那根尾巴 王启力听到动静后立马回声 张嘴就是狠狠一咬 村民的鼻子突然吃痛 眼角下意识地流出泪花 随后一滴滴血液从他鼻子上流下 仔细一看 他那黑色的狗鼻子已经变成了深红色 并且还缺失了一脚 王启力将嘴巴里的狗鼻子吐掉 恶狠狠地对着村民喊道 我王启力纵使被驼下龙 也可一样无敌 有种意启上 王启力毕竟小说看多了 早想过一把大侠蚁 这不机会来了 眼瞧着村民一个个吓破了他 谢天力看不下去了 于是便派出了二狗子 二狗子走到王启力身前 王启力抬起头望着那高大的身躯 立马就锁了 小声向我求救 待在龙弹里面的我笑着摇了摇头 关键时刻还是得自己出马 现在这种情况下村民数量太多 我虽然有天雷护体 但是太消耗灵气了 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 那便是直接搞定这里的统治者 谢天力和二狗子 只要把他们两个搞定了 那其他人自然不敢再上前冒犯我 我缓缓安静下来 此刻在村庄的上空 本来还晴空万里 突然间乌云密布 阵阵的雷鸣声在乌云中滚动 村庄瞬间陷入了黑暗之中 王启力的反应我确实没想到 不得不说 王启力这个家伙还是非常讲义气 即使是在这样的危难时刻 也没有打算放弃我 谢天力突然想到了什么 好像这个王启力之前是有个朋友 就是那个临危不惧的小子 谢天力上下打量了一番 随后面色一沉 你他瞄骗谁呢 你家鸵鸟蛋会长鳞片吗 的确我变成了龙弹 即使收起了鳞片光泽 那也不是鸵鸟蛋可以比的 不说别的包在我周围的不是蛋壳 其实是一片片坚硬的龙铃 这就是为什么我防御有一百个原因 二狗子没有了耐心 蹲下身子张开自己的血盆大口 想要咬住我这颗蛋 天上天雷滚滚叙事待发 老王你赶紧大喊一句天雷护体 此刻的王启力 哪里还有心情问我天雷护体是啥 照着喊就行 反正已经没得救 就在此时 乌云密布的天空上突然乍下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就狠狠砸在了底下的村子大园 耀眼的光芒布满了整座村庄 到处都充斥着电闪雷鸣 无数的动物被雷劈中 直接倒地身亡 而在这雷霆中的我 却丝毫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身体下的王启力也因为我的原因 也没有受到雷电的伤害 现在的王启力全身散发着光 被我的荣威气息包裹 此刻的王启力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置信 要不是看见那群小狗们都被劈成了焦炭 她还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出现的幻觉 同时一声痛苦万分的惨叫传来 这是我的脑海再次响起系统的声音 恭喜宿主猎杀25只土狗 获得25点进化点 恭喜宿主猎杀两只远古暴龙 获得200进化点 这威力也太夸张了吧 我没有想到 这个天雷护体威力会这么大 本以为它只是一个单体伤害技能 没想到居然是群工 而且这夸张的威力 也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期 这要是能找到一处动物密集的地方 然后再来上一发天雷护体 那感觉简直是美滋滋 虽然我孵化时间是一万年 但每100进化点就可以加速孵化70年 照这个进度下去 那进入幼年期指日可待啊 正在我兴奋时 系统再次响了起来 恭喜宿主完成首杀 奖励天赋大转盘一次 随后一个摆有各种天赋技能的转盘 就出现在我面前 操纵风雨破碎大地龙鸣阵萧 我的眼神越来越兴奋 但使用技能需要用的灵气点 也差点让我吐血 比如操纵风雨 需要100灵气点才可以施展出来 那可是足足1000点进化 天雷护体之所以只要10灵气 还是为了保护孵化7的神龙蛋 但我还是决定来转一下 毕竟多一个天赋多一种保证 话音刚落 红色的虚空轮盘在眼前旋转 从一个个天赋上溜走 最后指针停在了一个叫做龙之怒火的天赋上 恭喜宿主获取龙之怒火天赋 此天赋需要消耗20灵气 龙之怒火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技能是干嘛的 最关键的是系统也不帮忙介绍介绍 只有自己亲身尝试之后才知道 不过这名字听起来应该是攻击天赋 施展一下需要20灵气 那可是200个进化点了 此时一直拖着我的王启力开口了 驾龙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的王启力那可是动也不敢动 生怕刚跨出一步就被雷给劈死了 本来的我是准备带着王启力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狗着 等孵化了再出来浪 反正龙和王八寿命都长 现在看得改变成争霸路线 来多少杀多少 而这个战场的最佳地点就在城市 我们准备回城开干 鳄龟的视力并不是很好 能看清的距离只有两米之内 好在我能看清淡外面的景象 并且还是360度无死角的那一种 周围的黑夜对于我来说如同白昼 没有任何生物可以躲过我的眼睛 突然我感应到了右边有一个生物 王启力刚走开 旁边的草丛就动了动 它下意识地缩进了龟壳里 只见一只才巴掌大的小老鼠 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王启力觉得自己真的越来越像王八 连一只老鼠都可以吓到自己 而且总是压抑不住原始的反应 遇到危险的第一件事就是缩进龟壳 望着龟壳上香味飘然的蛋 小老鼠竟对我动起了歪心思 我却轻轻一笑凭我现在的防御 就算是啃个一年 那都破不了外面龙鳞的防御 老王该你出马了把这个小老鼠给咬死 王启力立马委屈道 你现在竟然叫我吃老鼠 我是叫你把老鼠咬死 你可是要进化点进化的 再说了你要是连老鼠都下不去嘴吧 更何况是那些本来是人类 却变成了动物的它们 王启力听完 他那本来无精打采的眼睛变得坚韧起来 想通了一切的王启力望着那一只老鼠 再也不是恶心 而是一个会行走的进化点 王启力猛地张开了嘴巴 一下就刺破了小老鼠的表皮层 在杀死小老鼠以后 脑海中就多出了一点进化点 而且只需要二十个进化点 就可以进化成成长期 夏龙 你觉得我是加咬合力还是加防御力 加防御力吧 恶龟咬合力本来就很大 不需要再化蛇添足了 随后王启力把人生中第一个进化点 夹在了自己的龟壳上 就在进化点转入龟壳的一瞬间 发出了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 随后龟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更加浑厚了起来 上面的稻刺更是长长了一寸 本来就在龟壳上面的空 被长长的稻刺刚好固定在了背部 你现在可能下不来了 王启力尴尬地说道 谁能想到一个进化点的效果那么大 一瞬间让自己膨胀了一拳 但这样正好 我就不用担心自己摔下来了 经过了三天的翻山越岭 我们终于看见了城市 不知道为什么王启力反而有些退缩 我本想利用神识 看清楚这城市发生了什么 可我发现自己的神识 十米之后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但是我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王启力朝着城市走去 站住 一群恶犬拦住了去人 王启力见状迅速张大嘴巴 彰显自己的威慑 不得不说恶龟的嘴巴果然够牛败 恶犬听到王启力是人类后 便停在了王启力的面前 现在就快去运归我们恶犬房管 恶犬吧 王启力心里一惊 眼前这群杂狗 一个个凶神恶煞 又差把进化点挂在脸上 但他们似乎都进入到了成长期 果然城市里更容易进化 当然另一番厮杀也即将开始 当别人还在笑话我们 一直憋背着个蛋 就像回娘家的傻媳妇 而我们却已经开启回城的争霸路线 就在上一刻 我们刚刚干挂了两只远古霸王龙 此时一群变成恶犬的人类 准备向我们收取保护肺 恶犬头头的目光一直瞅着变成蛋笼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看到这个蛋就觉得肚子有点热 恶犬咽了咽嘴角的口水 目光始终舍不得从我身上挪开 但想吃到这蛋 必须要干掉下面的王八 王启力一听王八就来起 什么叫王八 我是恶龟 恶犬头头没想到王启力反应那么大 还有这不是蛋这是我兄弟 他只不过是变成了一颗鸵鸟蛋 显然恶犬头头并不相信 你家鸵鸟蛋长这样 我们到底能不能进去 王启力还是想进入城市 看看里面的变化 恶犬虽然同意我们进去 但却像我们索要保护费 王启力轻轻晃了晃归身 你觉得我浑身上下有什么东西吗 再说了我的钱都在卡里 听到钱恶犬大笑了起来 毕竟钱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用了 而他们要的保护费是进化点 进化点 王启力皱了皱眉 你还不知道吧 进化点其实可以用来交易 就在全球动物化的第二天 有人惊奇地发现 进化点竟然可以直接赠送给对方 这一个举动可是震惊了所有人 意思就是说除了不断的杀戮以外 还可以直接让别人把进化点交出来 杀戮来获得这一点依旧不会改变 一些比较机灵点的石草动物 早就已经躲进了深山老林里 坐等着进化点自己到账 而一些来不及逃跑的石草动物 则是被食肉动物们圈养了起来 每天从他们身上剥削进化点 听话的乖乖献上每天的进化点 不听话的则被杀死 可王启力又不是石草动物 带着不动就有进化点 恶犬眼睛微眯 那一路上总会有杀死什么动物吗 明明是狗的脸 却流露出了人的神情 看样子王启力要是交不出保护费 今天这倒怕是过不了了 虽然王启力的龟客不满坚持 但是她的兄弟可是有十几个恶犬 头头一声令下 周围恶犬全部都行动了起来 放心老王 我有进化点 得知进化点可以给对方 我直接给了王启力十点进化点 反正迟早是要收回来的 同时我已经下定决心 等进入到恶犬帮的地盘以后 找个机会送他们一发天雷 你怎么有进化点 王启力略微有些诧异 别忘了鸵鸟可是石草动物 我脸部红心不跳地说道 鸵鸟其实是杂食性动物 因为鸵鸟不只是吃草 它还吃一些昆虫与鸟类 对于杂食性动物 地球一直是这样规定的 你要是一直吃草 那就是食草类动物 可你一旦吃了肉 那你就将会转化成食肉动物规则 且无法再享受到 食草动物的进化点奖励待遇 所以一旦确定走了哪条路 就绝不可能再改变了 在得知我有进化点后 王启力立马打断了那群恶犬 我们有进化点 要交多少进化点 听到王启力这一句话 恶犬头头的脸色倒是缓和了不少 按起来你们还是挺不老子的 恶犬头头以为是王启力藏着掖着 最后开出了每人四点的保护费 一共是八点进化点 这是他们恶犬帮的规矩 他也没有故意刁难王启力 毕竟恶犬帮要是发现他私吞进化点 他一定会被恶犬王活活咬死 王启力听话地把八点进化点给了恶犬头头 随后又把两点进化点还给了我 还给我干嘛 我没想到王启力还会还给自己 这是你的 还有我欠你四点进化点 没想到王启力对于这一点分得很清楚 好吧 既然王启力坚持要还我也只好同意 随后恶犬们退开了一条道放心 然而进入城市后的我们 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城市几乎同动物化之前一样 这里的一切虽然不能说仅仅有条 但却并不会到处都是乌烟瘴气 更奇怪的是 很多动物竟然能直立行动 看似是未进化完全 马路上各种各样的动物在街道上溜达 其中还有许多恶犬在四处巡逻 他们仿佛化身成了这座城市的执法者 维持着这座城市的秩序 看他们的体型 似乎一个个都进入到了成长期 这时一只兔子跳到了王启力旁边 突如其来的一声吓得王启力又缩回到龟壳里 小兔子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随后又介绍起自己 我叫夏清清 她那狡猾的眼神贴了我一眼 我自然感受到了不怀好意 不过即使夏清清在打坏主意 我也没有提醒王启力 毕竟一只小兔子根本都不需要我动用灵气 光靠龙威就可以压制住她 我叫王启力 她是我兄弟夏龙 你兄弟 夏清清瞪大了眼睛 一脸疑惑的她并不相信眼前的但曾经是个人类 她只觉得王启力脑子有问题 还热情的向王启力分享了自己储存的腊肉 许久不开婚的王启力 兴奋的吃了起来 我觉得这个小兔子不简单 还是警惕一点比较好 但我并未发生 你们住哪 如果没地方落脚 可以先赞助我家 离城市也不远 哦啊 那太好了 王启力这王八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夏清清内心十分激动 这个蠢货终于上钩了 可是渐渐的 王启力发现了事情有些不对劲 这怎么离城市中央越来越远了呀 因为我们食草动物没有什么话语权 所以住的地方都比较偏僻 那些繁华地带都被肉食动物们给占领了 原来如此 王启力恍然大悟 我则是在龙蛋里冷笑着 这哪里是住的偏僻 这里连动物的影子都没有 很快夏清清带着我们来到了一间小屋 一回到家里 就和另外两只大一点的兔子拥抱起来 回来就好 这是你的朋友 兔霸眼神闪过一丝一样 是的 夏清清点了点头 眼神中透露出诡异的目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吃了肉的王启力觉得眼神越来越迷雾 最后竟然昏睡了过去 那变成兔子的夏清清非常的兴奋 本来恶龟在这他们还不敢动了 现在这王八睡着了 他们决定把我上交给恶犬帮 这样恶犬帮说不定能放走他们 毕竟他们这些食草动物 每天都要被恶犬帮剥削 生存点一点都留不下来 而龙蛋里的我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 此时这兔霸正准备把我从尖刺上面推下来 因为王启力尖刺是围绕着我 一般的力道肯定是挪不动的 但是为了计划能继续进行下去 我故意自己动了一下 随后夏清清小心翼翼地推着我 来到了街道上 话说你们口中的恶犬首领很强 我的声音突然出现 夏清清被我吓得一哆嗦 他不可思议地看向了这颗蛋 竟然真的是一个人变的 当然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恶犬首领的实力怎么样 恶犬首领的实力当然很强啊 话说你怎么会变成一颗蛋呢 还有你这是什么蛋 夏清清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蛋壳 我是一个鸵鸟蛋 要是被真龙神听见了 那龙神肯定吐血 我得带你回去 夏清清立马改变了主意 本来以为我是一个珍贵的装饰品 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作为被从小接受教育的夏清清而言 伤及别人性命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 偷到别人财物 已经让他良心上过不去了 要是还把我交给恶犬首领 那等待我的一定是死 就在夏清清准备敲响家门时 一道来自灵魂上的震慑扑面而来 那一股的威压出现在自己心灵之上 作为一只小兔子的夏清清 瞬间就被这威压吓得瑟瑟发抖 龙威可不是夏清清这一只小兔子 可以抵抗的 即使我现在还没有孵化 但我毕竟是龙蛋 夏清清害怕地趴在地上 头顶上犹如悬挂着一把死神之脸 令他不敢动弹分毫 而我冷冷地说道 带我去恶犬帮的核心地盘 我要大战一场 此时的夏清清被我的龙威吓得六声无阻 但还是拒绝了我的要求 毕竟找恶犬帮老大出击 那是自寻死路 恶犬首领的实力非常强大 而且即将进入成熟体 什么 我没有想到恶犬首领进化如此之快 我们的进化点基本都上交给了他 只有少量的进化点 他会分给那些普通的恶犬 恶犬帮的首领很聪明 他选择优先进化自己的实力 毕竟只有自身的强大才能震慑住属下 然后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他利用掌控食草动物的进化 来疯狂进化自身 这可比一时杀戮强多了 杀戮那只是一锤子买卖 可是上交进化点 那可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 即使快道成熟气了又怎么样 他也没有脱离血肉之躯 我天类护体的威力 连霸王龙都无法抵挡 更别提是一只狗了 在龙威的忌惮之下 夏青青只得将我送去恶犬帮 此时一只体型健硕的恶霸犬走了过来 恶霸犬将目光看向了我 一时间竟然有些挪不开目光 他一眼就看出了我是个好东西 但是在周围这么多狗的注视下 他也没办法私吞 于是跑去向恶犬帮的老大饼帮 你要现在想跑还来得及 我晃了晃诞身 你觉得我这个样子能跑吗 没一会恶霸犬就来到了这里 这个蛋我带进去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夏青青 夏青青还以为自己惹祸上身 吓得一阵机灵 你不要害怕 首领说了 要是这个蛋不错 会奖赏你 回去等消息吧 恶霸犬给了旁边一只黑犬一个眼神 黑犬便带着夏青青离开了这里 夏青青内心愧疚地瞥了一眼我 心有余悸地缓缓走开 但夏青青走后 恶霸犬用头一路顶着到了房子里 恶犬首领就正躺在座椅上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重犬 恶霸犬把我推了过去 因为我的神识可以透视 所以我看清楚了这犬王的样子 好家伙 原来是一只通体褐色的比特犬 犬中横勇无敌斗犬战神 天生就是为了打斗而生 在世界十大斗犬排名中 是一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凶猛犬种 最关键的是 眼前的这一只比特犬 比真正成年比特犬还要大一倍 犬王舔了舔自己的嘴角 明明吃过了晚餐 但是看到这颗蛋以后 总是觉得还能吃下什么 犬王已经迫不及待地张开嘴了 忽然一股极为压迫感的气息 从我身上蔓延而出 犬王顿时就觉得 自己如同被深海包围一般 巨大的压迫感 即使强大的他都坚持不下倒在了地上 但犬王还是咬紧牙齿 努力抵抗这一股巨大的威压 还不跪下 低贱的生物 我的声音震得犬王五脏六腑都在跳动 外面狗腿子想进来帮他们老大 可刚接近门口 就被轮威压倒在了地上 你是什么生物 犬王也明白了我不是一颗普通的蛋 给你一个机会把你所有的手下叫过来 我的话仿佛是神明一般 令人产生一种不容拒绝的意念 但犬王凭借着自己的意志 然还生起一丝丝反抗的信念 我当即不再藏捉 龙威再次释放而出 犬王这才不再挣扎 传我命令把大家都聚集过来 蛋哥手下留情 听到犬王的这一句话后 我这才满意地收回了龙威 龙威一消散 犬王就精疲力尽躺在了地上 没过一分钟 所有听到犬王命令的恶犬们 全部赶到了大厅里 你到底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犬王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是他遇到的最强对手 以前的敌人在这磕蛋面前 连提鞋都不配 而我此行来这的目的 就是进化点 我需要大量进化点 你们要么臣服交出进化点 要么就给我直接化成进化点 没有别的选择 恶犬帮为什么能在几天之内 进化得如此之快 那还不是因为有着一群 食草动物的帮助 可以无限地割韭菜 那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 圈养这群恶犬 这样一来 我的孵化速度 绝对会提升一大截 旁边的恶犬们 在听到我的声音后 一个个都开始不停地狂吠 显然都想要在犬王面前 好好表现一份 好在犬王还算聪明 他立马制止了手下的狗叫 但犬王并不想将 这块蛋糕轻易地拱手让人 这个要求有一些过分了 这么多的动物 每天获得的进化点数量 可是十分恐怖的 但在我看来 他完全没有和我谈的自够 过分 那我不介意 亲自收割进化点 我话音刚落无形的威压 他再次席卷来 这一刻所有的恶犬都明白了 犬王为什么会如此惧怕 我同意 犬王终于是忍不住开口了 我的这一系列行为 让犬王认清了现实 他知道我绝对不是个善差 仅仅是凭借着这股威压 就能将他压制地传不过起来 无奈之下 他只好选择沉浮 交出进化点 犬王不敢多说 心念一动 一团金色的光点 进入到了我的蛋里 恭喜宿主 获得一千点进化点 是否我转变为灵器 我此时开心极了 一千进化点 瞬间化作了一百点灵器 滋润着我身体 紧接着在场恶犬 都交出了进化点 而我最后成功转化了 一千三百点的灵器 那可是足足一万三千点进化 我此刻有种一夜暴富的感觉 于是我立马让系统给我加快 十年的孵化期 正在消耗一百灵器 恭喜宿主 加快孵化时间 当前只剩了九千九百九十年 请宿主再接再厉 思考片刻后 我又消耗了一千灵器 加速的孵化时间 现在的孵化期时间 只有九千八百九十年了 恭喜宿主 第一次加速孵化期时间 现开启天赋转盘机会一次 去消耗一千灵器 一千灵器 你怎么不去抢 我有些无奈 代表着天赋的转盘 再次旋转起来 只真停在了一个 叫做灵器运化的天赋上 恭喜宿主 获得灵器运化天赋 该天赋可以在一天之内 通过龙弹呼吸自我 产生一百点灵器 我去 这天赋 这完全就是凭空制造灵器啊 根本就是无中生有 赋本家都不敢这么干的 虽说天雷护体很有用 但是架不住它要消耗灵器啊 也就是说 现在的自己完全可以远离城市 然后藏在深山老林中 静静地等待着时间流去 只需要九百八十九年 它就能够成功地孵化 而且没有任何的风险 比原本需要的九千八百九十年 整整快了十倍 不过那也是将近一千年啊 我可等不了那么久 现在的自己只需要 控制好恶犬帮这棵发财术 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孵化而出 从今天开始 我要控制整个恶犬帮 当然没有问题 没想到这群恶犬风向转得这么快 从今天开始 恶犬帮正式改名为龙巢 龙巢 这名字听起来不错呀 只是会不会太嚣张了 你们有意见 说话之时 一股来自身上的龙威又渐渐显现出来 没有 众犬吓得瑟瑟发抖 此时的犬王眼神中净显落寞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在一夜之间 就从高位跌落神坛 龙巢的一切都按照 原来的恶犬帮运行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 依旧由你来管理 但是每天的进化点都要上交给我 当然 你也可以留下一点 听到夏龙的话 犬王的眼神再次明亮了起来 此时的他心服口服 直接就改口叫起了老大 那个老大 隔壁是猫老大的地盘 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 听说还打算要联合那一群臭老鼠 来一起围攻我们 这也是犬王为什么那么着急进化的原因 那如果你今晚没有进化 你又打算怎么办 我打去的问道 我们军师早有别的应对办法 军师 没想到这恶狗帮还有军师 你们军师是哪个 是我 一只二哈从狗群中走了出来 这群蠢货竟然敢让一只哈士奇当军师 这心未免也太大了吧 是这样的老大 我打算把那群猫和老鼠 吸引到一个隐秘的地方 然后在那里藏好一些容易燃烧的物品 动物的毛发本身就是易燃品 只要沾上一点火星 就能将它们一网打尽 到时候 我们只需要关上门 就做收成果就可以了 哈士奇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听起来不错 但是你拿什么吸引老鼠和猫 哈士奇顿时呆立在了原地 眼神中一片茫然 果然哈士奇不可靠 老大 那我们该怎么办 独王已然是已经把下龙当成了主星骨 单独对上猫老大 他还不虚 可要是再加上鼠王 那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把消息传下去 就说你们捡到了一个宝物 这个宝物可以一瞬间提高动物的进化度 把他们吸引过来 我要好好会会他们 是万一他们不上当 或者要拍探子看一眼呢 放心 对于这一点 我早就有准备 开玩笑 要说有吸引力的诱饵 又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 将龙蛋特效打开的自己呢 虽然哈士奇的这个方法有点老套 但也不是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听到下龙有准备之后 重犬便什么也不说了 此时的我顿感疲乏 我要休息 虽说睡觉的孵化速度微乎其微 但是总比没有好 老大要不您去总统套房将就一晚 总统套房 那就带我去一下 我眼神中闪过一丝金光 自己还没有睡过总统套房呢 军师当即就兴高采烈地 推着下龙到了总统套房 这就是有钱人睡的房间吗 还真不错 我稍微感受了一下柔软的床背 即使隔着蛋壳都能感受到 那个啥 老大 要是没事我就走了 哈士奇眼神中也略带羡慕地看了一眼这里 你留在这里 我叫住了哈士奇 自己暂时没手没脚 无法行动 顶多可以滚一滚身体 但那样太慢了 还是有人伺候着比较好 真的吗 哈士奇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紧接着开心地来回踱步 毕竟被重用 是每个手下最高兴的事 画面另一边 我的好战友王启利 再得知道我被恶犬帮带走后 领着夏青青也匆匆赶来 此时的他正在与恶霸犬剑拔弩张 夏青青则是在一旁瑟瑟发抖 你们在干嘛 一只褐色斑点犬走了出来 没事 叫去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王八 恶霸犬不以为然的 你们这群野狗 还不把我兄弟夏龙放出来 你兄弟叫夏龙 安点犬拦住了又想冲上去的恶霸犬 干嘛拦着我 看我把这个乌龟撕成碎片 等等 你的兄弟是不是一颗蛋 安点犬很聪明 一下子就想到昨天晚上的夏龙 至今为止 他们可没有抓过别的动物到他们酒店里 唯一来的就是昨晚的夏龙了 没错 那就是我兄弟 他现在怎么样了 王启利眼神中闪过一丝喜色 夏龙果然在这里 至少这一点夏青青没有骗自己 什么 你要找的朋友是老大 恶霸犬懵了 搞了半天 原来是自己人 什么老大 这回轮到王启利猛了 在了解了昨晚的情况之后 王启利十分吃惊地瞪大引进 没想到夏龙那么强 仅凭气势就可以压垮重拳 那绝对不是鸵鸟蛋 再联想一下上一次的天雷 乖乖夏龙不会是影视剧里 那种类似于神兽的蛋白 不对 既然夏龙变成你们老大了 那为什么他没有派人来找我 王启利经过夏青青这一件事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谨慎了很多 哈哈 老王啊 没想到你竟然还来找我了 我正想叫人去接你过来了 哈士奇稳稳当当地走了出来 夏龙 王启利兴奋地跑到我面前 对于王启利的表现 我还是十分的开心 这才是真正的兄弟 即使知道恶犬帮充满了危险 这家伙依然敢一人 独自前往这龙堂虎穴 与王启利简单聊了一会之后 将夏青青放了回去 毕竟昨天晚上是他要求 见黑犬王吧 和夏青青完全没有关系 我带着王启利回到了酒店的大厅 宽敞明亮的酒店大厅里 哈士奇趴福在原本 属于黑犬王的位置上 目光不断地扫视着身前的重拳 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如何尊贵 而是因为他背上 有一个不得了的家伙 我简单为王启利说明了一下 目前的情况 还有这种事 夏龙你用天雷干他压的不就完了吗 此时的王启利 膨胀到了极点 反正有兄弟罩着他 不 我现在有一个更好的计划 毕竟天雷护体也是要消耗灵气的 我忽然想到一个可以不消耗灵气 还可以事半功倍的办法 啥办法 王启利有些疑惑地问道 周围的重拳也是不明所以地看着夏龙 他们也很好奇下龙狐炉里 到底卖的什么样 我需要你 老王 爷 不要那么假惺惺的 我感觉你们的眼神很狗 我需要你打入敌方内部 然后把他们诱拐到一个地方 就这 我还以为有多难呢 原来这么简单 只不过你要我拿什么去诱惑他们 总不可能张口就来吧 王启利只是对这一点有些不解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 王启利眼睛微眯 安静地等待着他的下文 看他这副样子 就知道今天不让这家伙明白的话 他是不会担心的 当即 我心念一动 将收敛在蛋壳内部的特效完全释放出来 这 夏龙 你怎么发光了 王启利震惊无比地看着夏龙 被惊讶得有些语无伦次 重拳也是纷纷瞪大的眼睛 一副木瞪狗呆的样子 你们觉得 我当这个诱饵 可还行 这太行了呀老大 刚刚我都差点没忍住啊 是啊是啊 有了老大亲自出马 要对付那群臭老鼠和猫 肯定手到擒来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三天 这两天 城市里忽然流传着一个十分劲爆的消息 哎 听说了吗 恶犬帮老大得到了一枚会发光的蛋 这枚蛋全身上下流光溢彩 每时每刻都在散发出耀眼的光彩 根本不像是凡间之物 这极有可能是一枚龙蛋 普通动物吃了就可以拥有龙的血脉 我也听说了呀 这个今天的消息已经轰动全程 一时间 各种动物势力蠢蠢欲动 纷纷开始有所行动了起来 此时下水道内老鼠偷偷带着小队 朝着仓库水管内爬了进去 一群傻狗 我们可是老鼠 守着地面有什么用 这群傻狗可能都还不知道 有一根水管是专门通往仓库的吧 我们走 通过水管 他们很快就顺利地绕过了外面的狗子 成功进到了仓库内 王哥 你快看 真的是医美会发光的蛋啊 而且上面还有零片 没错了 以前我在书里看到的龙蛋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定错不了 只见不远处的桌面上 一颗通体发光的蛋 安静地躺在里面一动不动 在场的所有老鼠都恨不得立刻冲上前去 狠狠地咬上一口 实在是太香了吧 老鼠偷偷在桌子前仔细地打量了许久 随后离开了仓库的范围后 直奔城市的下水道而去 鱼儿 终于是上钩了 这么说 这莫名传出来的消息是真的了 是的老大 那没但真的是一直都在发光 而且上面还有零片 完全和传说中的龙蛋一模一样啊 不管它是不是真的 都肯定是个宝贝 抢过来准没错的 听到龙蛋后 他自然而然地就把下龙当成了恐龙蛋 完全没有朝着神龙蛋这个方向去想 毕竟 恐龙还是在地球上真正出现过的 而神龙 那可是只存在于虚无缥缈的神话之中的生物 现实中连一丝的痕迹都没有出现过 主王顿了顿 似乎在犹豫着什么 但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开口了 咱们现在在城里的势力最弱 等城里的其他势力成长起来 拿着江夏世就再也没有了我们的容身之处了 老大 你打算怎么做 我们都听你的 没错 老大你下命令吧 反攻地面 主在城市 反攻地面 主在城市 反攻地面 主在城市 用鼠在王哥的一番话后 士气大振 纷纷等待着鼠王的命名 他们实在是隐忍太久了 已经受够了地面上动物们的排挤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痛痛快快地读一把 如果龙蛋顺利到手 鼠门崛起指日可待 鼠王缓缓地睁开了他心虹的双眼 脸上人性化地闪过一丝狠力 那老大 猫老大那边要怎么办 猫作为老鼠的天敌 原本双方是势不两立的存在 可是恶犬帮的势力实在是发展得太快 眼瞅着就要称霸整座城市 看着自己的地盘不断地被蚕食 猫老大开始坐不住 于是就找上了鼠王 双方达成了短暂的联盟 把消息也告诉那群蠢猫 让他们一起参与行动吧 毕竟 我们还是名义上的合作伙伴嘛 有好东西自然是要一起分享了 你先去传个话 约猫老大晚上来老地方和我们详谈计划 鼠王和王哥相视一笑 与此同时 在城市的另一边 一只通体洁白的大猫 正躺在上方的龙椅上 闭目养神 不得不说 这猫老大真的十分地注重享受 在动物化降临后 他就霸占了这里 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大本营了 而在他身边 浑身长满稻刺的恶龟 正是王启林 那群臭老鼠怎么还没传来消息 难道他们不打算和我们合作 要自己去抢东西吗 别着急骂头 就凭那群老鼠肯定是翻不起来什么浪花的 最后肯定还得靠打他 没错 城市里忽然传开的消息 就是他散播出去 凭借着他的社交牛逼 正在家上大嘴 只是一天时间 城市里就几乎没有人 不知道龙蛋的事情 而他 也成功地混进了猫的内部 成为了猫老大身边的军师 正在此时 老鼠头头王哥静止走了进来 我说怎么忽然 闻到了一股臭老鼠的味道呢 原来是有贵客到来的 你这只小老鼠 还真不怕死了 每次都是你来传话 猫老大 我也没办法 这一块就我比较熟 所以老大自然是每次都叫我 说吧 仓库那边是什么情况 你老大这次又有什么计划 老大说了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晚上去老地方和他见面 谈详细的计划 我只是来报个信息 到底还是一群鼠辈 也不敢来我这猫王城 也好让我尽进地主之一 你去告诉他 我对这梅蛋很感兴趣 这次的合作我同意 今天晚上八点 老地方不见不散 头儿 你真的要和这群老鼠合作吗 怕什么 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等我清理了那些傻狗之后 就轮到这群臭老鼠们 等着吧 老大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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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起立也跟着开口复合 但心底却是止不住的想象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这两天的即兴表演 可真没白忙活呀 夏龙啊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在我的设计之下 猎物终于上钩了 虽然这几天都在仓库蹲着 但是曾经的犬王王宝 每天都会准时 把收来的进化点上交给我 而我的治理方针 就是一起共赢 在我的要求下 每次收进化点 并不会全部收走 而适合他们二八分 因为这些家伙的实力 也需要得到提升 固然可镇不住这么大的地方 只要控制得到 那些食草动物 基本上是不会有翻身的机会的 老大 我来了 这两天那些家伙 肯定要动手了 你都准备好了吧 放心吧老大 妥妥的 对了 这是今天收上来的进化点 你收好 怎么这么多 这两天 他让那些动物 可以自己保留一些进化点 按理来说 应该比之前更少才对 可是今天收到的数量 居然比昨天还高出了一倍 哈哈 老大你还不知道吧 宣布新的规矩以后 有很多在其他势力的食草动物 都偷偷地投奔咱们龙巢了 他们在其他势力的地盘上 受尽了压迫 在龙巢的地盘上 却还可以保留一些进化点 这样的诱惑 谁能抵挡得住 原来如此 从明天开始 除了让他们每天上交进化点之外 就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了 只要按时上交进化点 就任由他们自由活动就好了 之前恶犬帮的食草动物 在一块特定的地方 活动空间十分的有限 可是下龙这道命令一出 他们就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活动了 尽可能地让动物们 每天自由自在地生活 这样才不会激起他们的反抗之心 而我也就能够更加长久地 收取进化点了 明白了老大 我回去就吩咐下去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一旦遇到那些闹事的 还是要狠一点 偶尔挑出一两个刺头来杀鸡井猴 也是很有必要的 好的老大 王导走后 我总是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似乎又要迎来一场极大的变动 我看了眼刚刚王导交上来的进化点 足足有两万多点 直接毫不犹豫地 把它们转化成了两千点灵气 其中一千灵气 直接用来加快了孵化的速度 至于剩下的一千灵气 系统 抽奖 天赋转盘正在启动 恭喜宿主完成天赋抽取 获得新的天赋 龙魂契约 宿主可以发动龙魂契约 和比自己血脉低级的生物 达成主仆契约 被契约者将永远无法逃脱宿主的掌控 挖草 想什么来什么 主仆契约 这不正是目前所需要的技能吗 虽然自己拥有各种强大的技能傍身 但是奈何只是磕胆 机动性实在是太差了 在成功孵化出来之前 必须建立能够信任的组织 来最大化的将优势发挥到极致 而这个人选非王启力莫属 画面另一边 漆黑的夜幕逐渐笼罩成事 幽暗的厂房中 十几双幽绿色的眼睛不停闪烁 一群猫椅子排开 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忽然 几声尖锐的叫声从四周传来 打破了厂房的寂静 众猫纷纷攻起身子 顿时如临大敌 臭老鼠 别装神弄鬼了 快滚出来 猫老大 别来无恙啊 装神弄鬼 别吗 这不是刚好把点吗 有点耐心行不行 废话少说 想正视吧 那我就长话短说吧 有你带人去吸引王宝的注意力 我带人去把东西偷出来 到时候我们平分 说得倒是好听 到时候你私吞了东西怎么办 让我去吸引王宝的注意力 你不就是想拿我当跑灰吗 那能怎么办 我去吸引王宝 他们也可以 但是你们有办法 偷东西出来 别忘了 狗的鼻子 在几百米开外 就能闻到你们猫的味道 我打头阵也可以 但是你要给我一个保障 你把一千点进化 点压在我这里 等成功了之后 我再还给你 一千点 你怎么不去抢 鼠门不像这些地面上的动物一样 可以每天都可以 收取大量的进化点 他们的进化点 可都是每天晚上 通过偷偷猎 其他动物才辛苦得来的 一千点 这对于他们来说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我可不管 要是你们撕吞了那枚蛋 那我找谁手里去 我要是不答应 那抱歉了 我想我们之间 没有合作的必要了 猫老大说完 转身就要带领着 众猫走出厂房 等等 我同意了 鼠老大咬了咬牙 似乎是十分艰难地下了决定 没办法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为了那枚蛋 他只能赌一把了 反正 他还隐藏了一个大杀招 没有用 这些进化点到时候 他一定会连本带力地讨回来 早这么做不就完事了 鼠老大没好气地 把一千点进化点 直接给了猫老大 希望我们这次合作 可以圆满成功 一日清晨 温暖的阳光 再次照亮整座城市 此时在龙穴大本营的门口 猫狗大战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猫老大 你们好好的来我们龙巢的地盘干嘛 莫非是想和我们开战不成 龙巢 哈哈 笑死人了 明明是狗窝 还敢自称是龙巢 真不要脸啊 这个真是有意思了 猫老大的这番话激怒了重拳 纷纷一个个走上前来 将猫老大的驱虏拦住 大战一触即发 相比于猫老大清朝出动 龙巢这边的十几只狗 就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了 但是它们并没有退缩 自从下龙当了老大以后 龙巢这边的动物们 除了每天要上交一些进化点之外 都生活得十分愉快 而它们这些狗 全部都是如同城市执法者一般的存在 身份比那些普通的动物 还要更加尊崇 相比于那些普通的动物 它们的日子过得可谓是滋润无比 为了维护住这份得来不易的安妮 它们绝对不会让这群蠢猫再前进一步 还没开打 但双方在士气这一方面 明显是龙巢这边略胜一筹 眼见猫老大就要动手 一阵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几十只体型壮硕的狗子 仿佛神兵天将 不知不觉的就已经把猫老大 它们围得水泄不通 曾经的犬王王宝在重拳的簇拥下 缓缓地走到猫老大跟前 这四周突然出现的重拳 也有深意地说道 收起你那富甲兴兴的嘴脸吧 你今天带这么多人来 莫不是真的想和我开展 王宝眉头一皱 几天不见 这个家伙的体型又比之前大了一圈 和自己一样 估计距离成熟期只差临门一脚了 在动物化之前 狗能够轻松地碾压猫 完全就是因为体型优势 可是在同等体型下 猫的反应速度和伸手 都要比狗更加的敏捷 一会打起来 自己估计要吃大亏啊 还真 猫老大话音刚落 青红的血液喷溅而出 狗子发出了一声凄惨无比的嚎叫后 轰然倒在了血泊之中 彻底地失去了生机 猫老大的悍然出手 打了王林一个措手不及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家伙的速度 竟然已经快到了这种地步 甚至连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在仰天长笑了一声后 他如同一颗炮弹一般冲了出去 两人瞬间碰撞在一起 站成一团 双方的小弟纷纷冲上前去 两拨人马瞬间就打得不可开交 猫狗大战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画面另一边 仓库之中 鼠老大已经集结到位 老大您看 我说得没错吧 得到他 快 此时在鼠老大的脑海里 仿佛有一道极具诱惑力的声音 在不断回答 贪婪的欲望让原本就 星红一片的双眼更加妖异 他仿佛迷失了心智一般 晃晃悠悠地就朝着下龙靠近 可是 没走出两步 他突然狠狠地拍了下自己 强行让自己清醒了过来 因为就在他靠近龙蛋的时候 仿佛聆听到了来自地狱深处的死亡召唤 这没蛋 不对劲 这个家伙 有点意思 此时 龙蛋里的下龙也被鼠老大怪异的举动弄得愣了身 就凭他能察觉到自己刚刚的气息 就足以证明 这家伙的实力绝对要比王林和猫老大还要强大 而且还不是一心半点的那种 是碾压 你 还有你 你们几个 取把蛋 从桌子上搬下来 小心点 不要砸烂了 好的老大 放心吧 妥妥的 那几只老鼠以为鼠老大交给他们的是一份美差 可是正当他们打算爬上桌子时 龙之怒火 一道火红色的六星芒阵瞬间成形 橘红色的火焰携带着恐怖的高温喷涌而出 炙热无比的气浪犹如山崩海啸一般 眨眼间就席卷了整个仓库 一只靠近下龙的老鼠 彻底消失在橘红色的火焰中 连一丝灰烬都没有剩下 这让在场的所有老鼠都彻底的吓破了他 转身想要赶快逃离 可是没等他们走出两步 轰的一声 一股震天焊地的无上威压忽然从天而降 轰然砸落在了他们身上 鼠辈们扑通一声啪扶在地上 无法动弹分毫 你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我是龙蛋啊 什么 难怪恶犬帮忽然改名成了龙巢 那这么说 现在恶犬帮是落入了你的手里了 什么恶犬帮 我们现在可是龙巢的人 既然落到你们手里 那我认在了 要杀要挂西亭尊便 鼠老大心如死灰地闭上了眼睛 满是身无绝恋地说道 说完 这家伙竟然直接向后一道 像一只撬辫子了的死老鼠一般 仰躺在了地上 现在放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 和刚刚那几只老鼠一样 连渣都不少 第二 我选第二 你直接说要我干什么就得了呗 能不死 谁乐意死啊 俗话说得好 练武的干不过法书的 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你倒是挺机灵啊 没错 我确实是需要一些探子 替我去打探这座城市之外的情报 不过 想替我做事的话 你还得先证明一下你的忠诚 毕竟你们可是狡猾的老鼠 的确夏龙是想收服属老大 为他所用 由于动物化的降临 之前人类的所有通讯设备都失灵了 他现在所能够探知到的消息 就只局限在这小小的江下市而已 至于外面的世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有那些势力崛起了 出现了什么样的强大动物 这些消息他现在都是两眼一抹黑 完全不知道 而当下老鼠小巧的体型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其他动物聚集的地方打探情报 再者他们强大的适应能力 也能足以令他们在各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 除此之外 还有夸张的繁殖能力等等 在拥有了人类的智慧后 他们简直就是天生的情报员 你要我怎么证明 这个嘛 以你的聪明才智 肯定很容易就想到了吧 我去把猫老大杀了 当作效忠你的投名状 这样可以了吧 鼠老大的回答 夏龙还是比较满意的 他可没忘了老王还在猫老大那边当卧底呢 现在他们那边应该正打得十分激烈 现在让鼠老大去救场 实在是在好不过了 没问题 我三分钟之内就回来 得到了夏龙的同意 鼠老大转身就化作飞影窜出了仓库 与此同时 龙朝的大本宁门口 双方都已经杀红了眼 王老弟啊 你就别硬成了 歪歪瘦子不好吗 王宝强忍着剧痛 将目光瞥向了正在和一只二哈打得火热的王岐利 这王八 怎么还在演说好的关键时刻 由他来扭转局势呢 怎么半天都没有动静 而此时的王岐利 也是有苦说不出来 按照原计划 是要由他出手偷袭猫老大的 再配合王宝将其一举击杀 他要偷袭的话 只能是在距离猫老大比较近时 趁他放松警惕的时候才有可能成功 可现在弄成了这个局面 以他的归宿 根本就跟不上猫老大的节奏 难道 真的要用那个吗 王岐利心头一沉 出发前夏龙在他的体内 封印了三道天雷护体 就很有可能伤到恶犬帮的兄弟 眼下已然没有其他方式 正当他打算开口时 一道黑色的箭矢速度快如闪电 片刻功夫就窜入了战场当中 竟然是你 来得好啊 真是偏助我眼 既然你都过来了 那龙蛋应该是动手了吧 生前的鼠老大 竟然没有任何征兆地咬住了他的脖子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反应速度快如他都完全没有察觉 片刻功夫后 猫老大轰然倒闭 眼神中的生机早已消失殆尽 猫老大已死 你们这些蠢猫全部放弃抵抗 否则下场跟他一样 鼠老大撂下一句话后 就拖拽着猫老大的尸体再次窜出去 留下一种失魂未定的猫 老大 你说那只臭老鼠该不会跑了吧 就是啊老大 刚刚就应该让我一口咬死他 这家伙太狡猾了 别急 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龙之怒火会自动追踪目标 根本无处可躲 拖拽着猫尸体的鼠老大 静止闯进来 将尸体扔在了仓库焦黑的地板上 老大 既然这样 那就俯首称臣吧 一声高吼龙吟忽然在鼠老大脑海中炸醒 只觉得眼前一黑 就失去了知觉 天赋龙魂契约发动 完成契约后 强大的龙魂会在对方灵魂的最深处 留下满以泥灭的烙印 只要有他 下龙就不怕鼠老大会背叛自己了 此时的鼠老大 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星红的双眼中空洞无神 转瞬 那副下破胆的模样早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和平常一样的奸华狡诈 但是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家伙看向下龙的眼神 很明显变得恭敬了许多 这场浩浩荡荡的猫狗大战 总算是落下了帷幕 正在此时 王宝和王启力带领着一众小弟来到了仓库 老大 这是今天的进化点 你收好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那我就长话短说吧 现在大战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还需要更多的进化点 所以接下来 我们的势力要向外扩张 然后圈养更多的洞 但是首先 我们得把江夏世先牢牢地抓在手里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明白了老大 我明天带队去收服了他们 为老大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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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属老大你们的话 我还有别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尽管吩咐吧老大 保证完成得妥妥的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要你们去探查一下江夏世之外的情况 相信以你们的能力 应该很简单的吧 老大你放心吧 这是我们可是专业的 包在我们身上 转眼间就来到了一个月之后 在王宝的强大攻势下 杭之势力归顺的归顺 消失的消失 在城里彻底不见了踪影 自此 整个江夏世都凝成了一股麻绳 完全被龙巢统治 而夏龙打量着自己的系统面板 心中思绪万千 因为 在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 又发生了几件十分怪异的事情 近期城市里又出现了变异物种 它们能够瞬间暴涨几十倍力量的怪异能力 有的则获得了能够突破自身极限的速度 在一瞬间的爆发下 远超同类 这些动物好像是突然变异了 获得了强大到违背大自然规律的力量 夏龙至今还没有找出这些动物的变异具体原因 但是那股心神不宁的感觉却越来越严重 圣主 我回来了 一个月不见 你的体型又有所增大 已经可以和一只成长气的猫香媲美了 不但是它 在这一个月内 王宝还有龙巢的好几只狗子头目 也都同样的进入了成熟期 甚至连王启利这个家伙 也在夏龙隔三差五的分给它进化点的情况下 成功的进入了成熟期 米奇讲述着这一个月以来打探的消息 摩海市居然出现了这么强大的霸主 摩海市 就是夏龙和王启利原来生活的那座城市 当初两人驾车来到山区寻找霸王龙化石 后来王启利变成了鳄龟 而他又变成了蛋 摩海市居然出现了这么强大的霸主 是啊圣主 你是不知道 那群狮子现在已经全部都进入到成熟期了 整个摩海市的被他们完全控制了 而他们的头目 号称是神木黄金狮子王 不过他的那个能力确实是太可怕了 连我去探查的时候都差点被他发现 这样的话我倒是挺想先去摩海市看看 对了 你现在的战力进展如何 您看好了 米奇咧嘴一笑 星红的双眼剧烈收缩 米奇的身上发出了霹雳啪啦的骨骼错位声 随后不断膨胀 眨眼的攻击 就已经超越了之前巨大化后的体型 并且还没有要停下来 只逼三米 此时的米奇 体型已经可以和成长期的牛犊子相剔美了 一眼看过去 急剧视觉冲击力 这还没完呢 随着他再次开口 只是这次却并没有继续变大 而是开始剧烈搜索 短短几秒钟 在大厅里 当当那碗如牛犊子般大小的老鼠就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一只看上去和幼年期差不多大小的老鼠 随后身体瞬间化作了一道黑影镜直窍了出去 煞时间 在大厅的墙上 天花板上 留下了无数道密密麻麻的残影 这样的速度 普通的动物别说碰到他了 就算发现他的具体位置都不可能 要不是夏龙拥有神石 甚至可能都看不清他的身影 这已经不是用肉眼能够捕捉到的速度 在全球动物化后 极个别人类以超越自然规律的方式 疯狂变异 它们能够瞬间暴涨几十倍 有的则获得了能够突破自身极限的速度 在一瞬间的爆发下 远超同类 这些动物好像是突然变异了 获得了强大到违背大自然规律的力量 夏龙至今还没有找出这些动物的变异具体原因 就如米奇短短一个月内的变化 让他惊讶到炸射 摩海市出现了强大的霸主 这让夏龙兴奋至极 当晚 夏龙就再次聚集了龙巢的兄弟 我打算离开一段时间 江夏市这边 全部都交由王宝统一管理 每天收上来的进化点 也由他保管 等我回来了再一并上交 自从城市里出现了变异动物之后 夏龙就不惜下了血流 给他们全部都打上了龙魂契约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王宝 这样一来 他就不用担心这帮家伙会撕脱了他的进化点 只要有龙魂契约在 他们心中亦有了对夏龙不利的想法 夏龙马上就能够感应到 并且随之抹杀他们的生命 真的要一起去吗 你决定好了 废话那可是我家 我能不回去看他吗 夏龙心里那股心神不宁的感觉 越来越严重了 这一曲 还不一定会遇到什么变异 他实在是不想让这个家伙 跟他一起去冒险 按照夏龙原本的想法 他本来是想把这个家伙 留在这江夏市 让他接管龙潮的 可是自从和他说了这个想法后 他就极力反对 强烈表示要和夏龙一起出去闯荡 特别是知道夏龙打算回摩海事后 就愈发地坚定了这个决心 第二天早上 王启力驮着夏龙上路 时隔一个多月 这对奇葩的组合再一次踏上了新的争承 虽然野外到处都可以看见各种动物的痕迹 但真正像他们这样明晃晃地在路上走着的 却很少见 除非是那些十分凶猛的野兽 放心吧 这不是有我吗 你尽管走就是了 普通的动物你又不是打不过 来了不就是给你送金化点的吗 遇到实在打不过的 我再动手帮你就舍了 这要是有车就好了 之前开车到这都花了两个多小时 我们这速度 没有个一个星期 我看是悬了 与此同时 在相反的方向上 一群老鼠正浩浩荡荡地行走在平原上 放眼看过去黑压压的一片 足有数千只 那些发现的早的动物 见到这副模样都后都纷纷退避三射 而那些躲避不及时的倒霉蛋 一旦和鼠群撞上都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被啃成骨架 老大这次我们为什么不多待几天啊 就昨天才回来呢 少废话 赶紧走就完事了 咱们两个月后还得回来呢 原来这次他和夏龙约定好了 两个月以后再回来江夏市向他汇报情况 虽然时间变长了 但是他们要探索的范围也变大了 现在的野外可是十分危险的 他们要穿过野外去到其他城市 就只能利用人海战术 夏龙 你看那边有个小村庄 我们过去休息一下吧 嗯 那今天就在这过夜吧 里面没有动物 放心进去 就在刚刚王启力开口的时候 夏龙就用神石扫视了整个村庄 一路上两人的多次配合 早就已经十分默契了 随着夏龙不断地加快孵化速度 他的神石能够扫描的范围也在不断地加大 他们在村子里随便找了间屋子 王启力正打算倒头就睡 突然脑海里响起了一道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显次到非自然能力动物大量出现 显次到非自然能力动物大量出现 动物化秩序即将重新洗牌 24小时后每个人的基因数都可以看到完整的进化路线 人类可以使用大量的进化点来激活自身的特殊能力 即使拥有特殊能力的动物后 想获取更多的进化点 夏龙你听到了吗 夏龙 嗯 我听到了 老王 早点睡吧 反正一切都有我在呢 你不用担心 此时的夏龙心中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 地球一直说了 非自然能力动物大量出现 这所指的 肯定就是和米奇一样 不知道什么原因而获得了超越自然现象力量的那些动物 是否在预示着 获得了异常能力的这些动物中 有能够威胁到夏龙的强大存在 两人今天比较倒霉 没有找到能够落脚的建筑物 所以只能在野外将就一晚上了 好在它们是动物 倒也无伤大雅 就在刚才 已经到了地球一直说的24小时期限 老王 你现在脑海中看到的基因数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和我具体说下吗 所有的动物都在刚刚那一瞬间全部昏睡了过去 只有夏龙保持着清醒 等等 我还在看呢 这家伙 明明才睡了十几分钟 却好似沉睡了几千年一般 才当当苏醒 我去 这是什么 怎么了 树 树变大了 而且 半个小时后 在王启利一惊一诈的讲述下 夏龙这才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首先 现在在他们脑海里的 已经不仅仅是一棵只有简单分叉的基因数了 而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完整版基因数 可以选择的进化路线比之前不知道多了多少倍 而且 在基因数的主要支叉上 还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殊能力可以选择激活 与之前不同的是 现在他们可以完全看到每一条进化路线能够增加什么样的属性 而之前则是需要一步步的去解锁 才能看到下一条分支架的具体属性 哈哈哈 这个厚土装甲我觉得好厉害啊 我决定了 我要第一个点亮它 此时的王启利 看着自己的天赋术无疑是兴奋到了极致 这突如其来的变数让他内心止不住的直呼未来可气 自从那天地球意志降临后 两人陆陆续续的又赶了五六天的路 夏龙 这已经到契怀山了呀 我记得以前还到过这边玩呢 嗨 要不是你这归宿 我们早就到了好吧 米奇他们可是两天就到这了呢 差不多得了吧 我现在肯定已经是全球跑得最快的恶归了 你可拉倒吧 既然是恶归 你老老实实的全点防御不就行了吗 干嘛还整这些花里胡哨的 怎么 你是打算速度拉满后去赢得归兔赛跑的冠军吗 王启丽这个家伙也不知道抽的什么风 自从能够看清楚基因术的全部进化路线后 竟然一个劲地开始加起了速度 还真别说 在他全加速度的情况下 路程硬生生地被他缩短了一半时间 照这个速度下去 估计他们明天就能到摩海市了 我也没办法呀 谁让那个厚土装甲进化路线上提升的都是速度呢 那万一到底有什么用啊 值得你砸这么多进化点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等我激活他了 保证给你一个惊喜 一声震天汗地的嘶吼声忽然打破了宁静 轰隆隆 紧接着 仿佛地震般的密集脚步声疯狂响起 眼前的竹林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朝他们奔来了 我去 夏龙这什么情况 啊哈 得救了 王启丽惊奇地看着自己身后的这个大家伙 差点惊掉了下巴 竟然是新鲜 想不到 在动物化降临之前 竟然真的有人敢大包天 胆敢 老王 小心 阿道橘红色的身影忽然出现 将他们团团包围 跑不了 乖乖跟我们回去吧 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这可由不得你了 兄弟们 准备进攻 嗨嗨 你们能不能不要忽视我们的存在啊 你是什么东西 就凭你也敢反抗我们怒烟虎群吗 等等 撤梅弹 领头老大正开口嘲讽着王启丽 可是却突然注意到了他背上的下谋 哼哼哼 想不到这次出来还有意外收获 把这梅弹带回去给老大 他一定会好好地奖赏我的 正当虎子们打算一拥而上时 避古浩瀚的威压轰然砸落 除了领头的虎子之外 全部都趴扶在了地上 仿佛遭受了千军重压一般动弹不得 不对 这家伙 有古怪 要知道他刚刚可是完全没有留手 之前每次使用都无往不利的龙威 这次居然对这头老虎不起作用了 强顶着浩瀚的威压 领头老大忽然发出一声长响 扑天带地的声望过后 一变突然发声 在身体发生变化后 领头老大身上承受的压力瞬间骤减 竟然直立起身体 目光凝重地看着王启力背上的夏龙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龙弹里的夏龙并没有搭理他 而是对着身下的王启力说了几句话 既然不说话 那就收死吧 领头虎子见夏龙并没有搭理他 顿时怒火中烧 在夏龙的指挥下 他以极快地速度爬上星星的后背 天雷护体 那几只追赶星星而来的老虎 此刻都横七竖八地仰躺在地上 眼神中生机全无 而领头老大是距离雷霆中心最近的一个 他的下场则更加的凄惨 不好险啊 小心 他还没死 原本倒在地上的领头老大 身上忽然爆发出了刺眼的红光光芒 领头狮子猛地弹射而起 片刻就化作一道红色的身影 朝着远处急速顿去 只是几秒钟的功夫 就跑出了数百米 不能让他跑了 否则我们就完了 哼 没事的 他逃不掉了 短短的一天时间内 他的三大杀招 居然已经有两个在这只虎子面前碰壁了 龙之怒火 一声抵喝之下 火红的六星芒阵 瞬间在夏龙的头顶成形 在刚刚察觉到异常后 夏龙就直接锁定了那家伙的气息 为的就是防止他跑掉 锁定了他气息的龙之怒火一出 这家伙就算是逃到了天涯 还脚印必死无疑 夏 夏龙 刚刚那又是什么 没什么 放了个炮杖而已 夏龙十分敷衍地说道 而心中则是彻底地松了一口气 因为刚刚他的脑海中响起了一道声音 恭喜宿主成功击杀成熟器一化虎 获得计划点1780点 什么 要知道刚刚用天雷护体击杀的那几只狮子 可才三百多点 在同样是成熟器的情况下 斩杀一化狮子所获得的进化点 居然是普通狮子的五六倍 这也太香了吧 喂 两位兄弟 你们还打算在我背上待多久啊 不好意思兄弟 我这就下来 刚刚这不是情况紧急 没时间问你名字吗 本大爷行不更名 错不改姓 无小事严 我们吴家之前在摸海时 好歹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要不是这该死的动物化 我怎么会沦落到这幅模样 无小 等等 你是吴家内的无小吗 原本还在憋笑的王启力 在听到这番话后 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怎么了老王 你认识这家伙吗 不会真真要巧吧 是我 我是你启力哥呀老吴 得到了吴小的回答 王启力似乎是听到了天大的好消息一般 启力哥 你怎么变成王八了 对了 我家那边怎么样啊 还能怎么的 就你家那大别墅 都成了我们摩海式的地标性建筑了 每天不知道多少人想来参观 现在动物化降临了 你家已经被那群可恶的虎群给占领了 什么 那我爸妈他们有没有回来啊 以他爸妈那顽固不化的老旧思想 要是发现房子被占了 非得和那虎群拼命不可 现在和他们失联也有一个多月了 王启力自然是有些担心 这谁知道呢 动物化后 每个人变成的动物都不一样 已经完全看不出任何一次原来的样子了 除非是自己自爆身份 不过别担心了 王伯父他们之前就这么精明 现在动物化后还能混得比你差了吗 嗯 这段时间那边变化应该挺大的吧 虽然米奇已经带回来了那边的大致情况 可是谁能想到他们这才刚出发 地球意志就再次降临了 他这次的出现 肯定会使得摩海式的局势再次发生变化 不光是摩海式 甚至整个世界都一样 我都是好不容易猜套出来的 那地方现在简直就是修魔场 原来 在那天地球意志再次降临后 统治了整个摩海式的怒烟虎群 开始了他们疯狂的压榨计划 在这之前 他们的统治策略几乎和之前的恶犬帮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圈养食草动物让他们每天上交进化点 以此来疯狂壮大自身实力 虽然遭受着无穷无尽的压榨 可是好歹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可是自从地球意志再次降临的那天起 一切都变了 因为他们发现 只要让食草动物们在前一天遭遇了十分凶险的生命危险 并且存活下来 第二天他们能够获得的进化点就会大幅度的增加 所遭遇的险境越凶险越好 所以他们筛选出了每天产出进化点比较少的食草动物 把他们全部都集中在了一处密闭的空间内 然后在里面对他们展开了疯狂的追逐与杀戮 最终 只有十分之一的食草动物才能活下来 牺牲掉一些不值得浪费资源的食草动物 来换取短时间内的大量收益吗 这如意算盘打的倒是啪啪作响啊 真的到了那天 估计他们第一个打算下手的就是我了 原来是这样 那这魔海事我还真飞去不可了 要知道夏龙可是拥有着神龙的血脉 身负开挂系统 要是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 那还谈什么称霸世界 虽然刚刚经历了一点小挫折 可越战越勇的他此时兴奋到了极点 画面另一边灯火通明的客厅中 被誉为杀伐之神的白虎 以掌握通天的本领 他就是怒艳虎群的领头老大 魔海事的绝对统治者 白毛虎王 而此时行径中的王启利一行 却发现了异样 这一路上以来 越是靠近魔海事 遇到的动物就越少 尤其是到了最后这半个小时的路程中 他们连一只动物的影子都没见到过 这样的情况根本就不正常 要知道以他们那样的榨取进化点速度 城里的那些动物能支撑多久 城里有了消耗 自然就需要补充了 那怎么办啊 要不直接杀进去 不行 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 此时固然可以直接杀进去 但是这么做肯定会引起怒艳狮群的注意力 到时候那群狮子连轴逃跑 以我们几个的机动性 肯定是追不上的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不惊动他们就进到城里去 你们跟我来吧 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 与此同时 在魔海事曾经的核心商业圈中 一栋极为豪华的别墅内 众虎战战兢兢 怎么今天才这么点进化点 老大 对不起 我那边昨天出了点小问题 什么麻烦 是 是有一些石草动物联合起来反抗我们 其中有一只马不知道怎么回事 似乎是莫名其妙地激活了特殊能力 竟然长出了兽脚 瑞丽的兽脚横冲直撞 废了我们好几个兄弟 好不容易才制服他 那头马现在在哪里啊 自然是按照您的命令 当场格杀了 刚刚听到有石草动物激活了特殊能力 他自然是十分地激动的 他叫谢小强 原本只是一个受尽了资本家压迫的底层射处 可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他在动物化之前获得了一头狮子的尸体 在听到地球意志的声音后 他和王启力当初一样 选择了招募伙伴 或许是因为他之前太倒霉了 在动物化降临后 他又再次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目 在进入成长期后 他竟然觉醒了某种特殊的能力 凭借着他 谢小强成功地从一众虎群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虎王 今天就先饶了你 没有下次 一件锐利的爪子狠狠地朝着身前的胡小弟脸上劈曲 明白了老大 下次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 画面另一边 几人终于赶到了夏龙所说的安全之地 一处鬼气森森的荒凉坟场 这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吗 老王你真的是越来越像乌龟了 胆子居然变得这么小 别开玩笑了 快说办法吧 这鬼地方我真的是一刻也不想多待了 好了 别自己吓自己了 其实这里表面上看是一处坟场 但实际上 是一处可以通往城内的防空洞 我们只要挖开入口处 应该就能到达市中心了 那还等什么 开挖了 王启力闻言 伸出爪子就开始在地上挖了起来 不得不说 鳄龟的挖掘能力还是十分强大的 取而代之的是一处一米多深的巨大坑洞 阴寒潮湿的防空洞中 王启力小心翼翼跟在王小后面 朝着隧道深处走去 王小 为什么你们一开始不从这里跑出来呢 这条路线既然能进城 自然也是能出城的 既然吴小知道这么一条隐蔽的路线 那么为什么一开始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你们两个在想什么呢 我的吉利哥啊 我们两个都认识快二十年了 你还怕我会害你不成 你快点和我们解释下吧 你这确实不对劲 要是真能走出来 那我早就带着一家人离开那个鬼地方了 你们跟我来吧 等到了前面那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在隧道里继续走将近十几分钟 吴小这才停下了脚步 此时在他身后挡住他们去路的 赫然是一面由混凝土胶筑而成的石心墙壁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此时用龙之怒火来烧穿这面墙壁 无疑是有些大才小用了 但夏龙目前能用来破开这面墙壁的 也就只有这个天赋了 走了 别愣着 三人顺着隧道一路前进 很快畅通无阻地到达了摩海市的中心城区 终于是回来的呀夏龙 可真不容易 别在这里待着了小心被巡逻的狮子发现 那现在怎么办要直接杀过去吗 还是用老方法把夏龙 咱们再次上演一场请君入瓮的戏 不行的你们这个办法现在行不通了 一只兔子从树丛中蹦跋了出来 它是吴小的朋友吴双 如果你们是这么打算的话 那也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 我知道一个时间点 他们会全部都聚在一起开会 安顿完王启利他们 吴双开始去虎群探视 以便给夏龙他们带来一首消息 然而出去没多久却被莫名响起的撞击声打破了 不好来出事了 刚刚我看到怒雁虎群的人要得你妈妈动手了 突如其来的消息 如重锤般狠狠地砸在了王小的心头 依稀记得那天发生的一幕幕 就如同电影碎片般在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 自己已经失去一位亲人了 绝对不能再失去了 王小就猛地抬起头发出了鲁兽兽般的嘶吼 冲了出去 他这刹内间爆发出来的速度 直接惊待了在场的所有动物 夏龙 怎么办 他肯定是去怒雁虎群的地盘了 以他的实力会出事的 别愣着了 快跟上去吧 虽然不知道在王小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现在他也管不了这么多 此时正在街道上狂奔的王小 好像进入了某种奇异的状态 在刚刚听到那个消息后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内心深处油然产生一股想要杀戮想要狩猎的感觉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但他知道此刻的他充满了力量 他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怒雁虎群的地盘狂奔而去 一处小区的楼顶上 白毛虎王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底下正在进行厮杀的动物 眼神中流露出了满是嗜血的神情 要不是考虑到以他的身份实在是不合适去做这种事 只怕此时的他早就已经参与其中 进行着疯狂的杀戮 这里原本就是一个封闭的小区 而今被改造成生存游戏的主战场之一 原本就具有一定阻挡作用的围墙 此刻在他的外面更是用了无数的汽车堆起了高达十几米的障碍墙 整个小区就如同铁桶一般 除了他们留下的出口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的出路 只有彻底的断绝了这些进入生存游戏动物的退路 他们才能更加卖力的厮杀 这样最后留下来的动物才能获得更多的进化点 以供他压榨 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跑 我们各种方法都用过了 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 他就是不肯交出进化点 真是一群废物 连一只心警都搞定不了 我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 那头估计很快就要派使者来了 时间不够了 既然他死活不肯 那就让他去死吧 反正进化点最后也会一同掉落的 损失一只猩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众虎群在白毛虎王的带领下 很快到了篮球场 只见小区的入口处 原本看守在那的虎群 正乱作一团和一道黑色身影打不可开交 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是什么东西 报告老大 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一只猩猩 正在对我们发动攻击 此时小区的唯一入口处 场面一度混乱不堪 王小在虎群的包围圈中横冲直撞 亦是监禁所向披靡 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反正忽然就感觉自己的身体中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把我的家人交出来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自来 小子 我看你是活腻了 本来我们路焰虎群撤咬人 此时的虎王心中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自然是认出了眼前的这只猩猩就是前几天逃出摩海市的妄想 可是自己明明派不下去抓捕他了 为什么他现在还会出现在这里 如果他回来了 那他的弟弟岂不是 没错 当初去抓捕猩猩的异便机甲虎老大 就是虎王的弟弟谢强强 小子 你竟然回来了 那我弟弟他们呢 他早就被烧成灰了 这不可能 给我把他控制住 有的是办法从他口中叫出答案 对于他弟弟的实力 他有着绝对的信心 可以说这摩海市除了他之外 他弟弟的实力就是最强的了 而且他弟弟还有一招连他都没有的保命绝招 有了他在 他弟弟等于是多了一条命 周围的虎子纷纷发出了低沉的嘶吼声 然后一拥而上开始对着王小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随着越来越多的动物 前扑后继的对他发动攻击 他的反击频率也变得慢了起来 最后竟然被另一只虎子看转了尸击 一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 大家上了 这家伙不行了 是啊 这家伙可太凶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厉害的星星了 既然你这么想见你的家人 那我就偏要让他死在你的面前 去 把那头母星星带过来 我要在他的面前一口咬乱他的脖子 是 而此时被按在地上的王小 眼神中却流露出了深深的绝望 此时的他 心中懊悔不已 自己这是干了什么呀 为什么不等下龙老大一起来 小啊 你 你怎么回来了啊 很快 王小的妈妈就被几头胡子驱赶而来 妈 我 要团聚的话 等一下 我送你们一起上路 你挺好 现在赶快交出你身上的进化点 否则的话 我就直接让他死在你面前 你儿子的命 和那些进化点你自己选吧 我给你就是了 请不要伤害他 尽管地上的王小正用眼神 极力示意他不要给 可他还是直接将身上的进化点 全部交给了胡王 哈哈 早这么干不就完事了 我答应你先不杀你儿子 不过 既然你之前单单反抗我的命令 那你就先去死吧 胡王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 化作了一道金色的身影 朝着王小的母亲猛地举起了他的爪子 正当他的爪子即将落下时 在他的脑海中 一道震天汗地的高考龙音声忽然乍响 无上的威压打了他措手不及 如遭雷击一般虎王直接一个亮枪 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是 是什么东西 呼 总算是赶到了呀 你这家伙也不知道等等我们 因为一路狂奔 此时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王启力 贪软地坐在王小旁边 夏龙老大 谢谢 灵魂被重创后又被龙威镇压 居然还能动他 龙蛋里传来了夏龙威严无比的声音 他饶有兴致地用神识扫描到了白毛虎王身上 在场的数百头老虎 在他这一招之下 全部都昏厥了过去 你究竟要干什么 进化点 还有 整个摩海市 威严无比的声音再一次从龙蛋传来 这一次夏龙选择了直接进入主题 进化点 可笑 虽然你是我目前所见过的最强对手 但想让我把我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 你还没有这个本事 此时的虎老大 虽然被刚才的龙威打得运圈 冷静之下身上竟然发出了金光 此时的他异常兴奋 因为他还有一身的底牌没有亮出 只见金色之雨从背后缓缓张开 木的遁地 眨眼间看出了云霄 老大 老虎竟然会飞 此时夏龙的眼神中带着凝重 本以为机甲虎已经是一遍里面的超长 没想到他的哥哥竟然超自然异化出旁之 突然一声响彻云霄的音效声响起 抬头望去 只见万里无云的天空上 一只只浑身漆黑的苍蝇盘旋在虎王身后 虎王甩手一挥 密密麻麻的飞鸟竟以极快的速度 静止朝着夏龙俯冲而来 我欠 夏龙 那些家伙不会是人类变的吧 没事的 估计是老虎的援兵 有我在这 你慌个屁 只见无上的威亚反扣于头顶之上 竟然成了天然的屏障 而那一只只撞上屏障的鸟 在触及之时瞬间灰飞烟灭 现在该我了 受死吧 一股大气磅礴的恐怖威亚忽然从天而降 犹如泰山鸭顶一般 轰然砸落在了虎王头上 然而下一秒 如此轻巧的一招 进破了夏龙无往不胜的威亚 眼见形势不妙 夏龙仰天长笑 天雷护体 本来还晴空万里突然间乌云密 阵阵的雷鸣声在乌云中滚动 就在此时乌云密布的天空上突然乍响 竟然是壁虎之盾 夏龙着实没有想到 这个变异虎有着如此多的杀招 正当他迟疑之际 虎王手持长剑俯冲而下 龙之怒火 一声抵喝之下 火红的六星芒阵瞬间在夏龙的头顶成形 他竟然消失了 夏龙 在那 不过就是堂壁挡车皮肤汗术 今天就让你们为我那死去的弟弟陪葬 龙之怒火 火红的六星芒阵从天而降 芒阵之中是一张坚不可摧的巨网 巨网之下 虎老大犹如无头苍蝇般四处乱窜 想要突破出去 负于顽抗 呵呵 今天就让你随同做的恶孽一同消失了 只见虎老大大喝一声 彻底消失在了芒阵之中 城市终于归为平静 而此时的夏龙却被一股阴冷质感裹泻全身 哼 真是一群没用的废物 我得贬报主人 寻找新傀儡 此时一众被压榨的动物们聚集到了厮杀的战场 怒艳虎群的主要高层全部挫败 整个摩海市的情况彻底的发生了变化 没有了统治者的约束 此时的摩海市一片欢呼 这当中也包含了统领着众多食肉动物的动物头子 以及成了一些战斗力不俗的凶猛野兽 当晚 曾经虎王盘踞的大殿内 王座上的夏龙威严无比 白天被龙威镇压昏厥的一众虎群 此时在夏龙的怒威之下 全部俯首称臣 很快摩海市一些颇具威望和实力的动物们也纷纷涌进大殿 这些大多都是各个县市的小头目 因为今天的重头戏 就是确定摩海市新的统治者 夏龙老大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 以后咱们摩海市打算怎么发展 你们不用这么紧张 我来到摩海市 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进化点 此话一出 在场的动物惊恐万分 因为怒艳狮群就是为了进化点而疯狂压制他们 哈哈哈哈 瞧把你们吓的 夏龙 你就别吓唬他们了 一会再吓死几个胆小的可就不好了 以后城里还是恢复成以前那样的 首先就是废除生存游戏 然后夏龙又重新规定了今后摩海市收取进化点的制度 大体来说都和之前的江夏是一模一样 但是食肉动物们集体出城狩猎这个传统他选择了保留 并且大幅度降低了他们需要上交的进化点比例 夏龙老大 以后我们都为您马首是瞻 没错 以后您就是咱们摩海市信的王泽 老大 有什么命令就尽管吩咐吧 然而正当在场动物们纷纷庆贺之时 一旁的虎子却满脸愁容 他曾经是白毛虎王的得理干将 叫王老吉 怎么 你有意见吗 老 老大 如果我们的进化点没法足量交到主人的手上 我们就有可能会有杀生之祸 主人 你所说的主人是何方人物 我也不知道 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他的尊荣 每次都是使者过来派遣任务 我只知道他是雄霸岳山时的一个霸主 是强于白毛虎王的存在 此时的夏龙沉疑许久 有意思 这么强的对手 我倒是很想去见见他的庐山真面目 淡淡的龙威弥漫开来 气氛一时间竟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今天叫你们来是为了宣布一件事情 我即将离开摩海市开启新的旅程 在我离开后 摩海市就交给王小统一管理 你们 没有意见吧 说话之间一股龙威再次扬起 刚还嘈杂的大厅内顿时没了声响 然而选择王小管理摩海市 也是在夏龙深思熟虑下的选择 王小的家族之前 在摩海市可是属于顶级权贵 他的那些长辈 各个都是顶级管理的专家 要管理摩海市 他坐这个位置再合适不过了 此时的王小有些震惊 转而兴奋地应道 明白了老大 放心吧 我肯定会替你管理好摩海市的 一日清晨 走吧老王 去王小那里 我和他交代点事情 夏龙 你真的打算这么快就去别的城市吗 不多待几天啊 等这边情况稳定下来就出发 他可没忘了自己距离孵化 还有七千多年呢 自己仅仅是来了一趟摩海市 就已经抵得上在江夏市 大半个月的孵化进度 那如果去一趟 比摩海市规模还要庞大的岳山市 那又会获得多少进化点呢 要知道岳山市地处中原 根本不是这些海边小城可以比你的 那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反正距离和米奇约好的两个月时间 都才过去四分之一 倒不如自己趁这段时间去那里一趟 将那里给拿下来 而且他也对他们口中的主人非常感兴趣 到底有多大的通天本身 很快 他们到了王晓的家 却发现此时的他满脸愁容 虽然昨天兴奋之时 接下了执掌大权的位置 但凭他目前的能力 一旦夏龙离开下面那帮凶猛野兽未必幸福 没关系的 我有办法让你镇住那群家伙 原来就在昨天大会后 夏龙已经将怒艳虎群的核心成员 全部打上了灵魂契约 一旦违反契约 将受到致命的一击 这些成员几乎网罗了魔海市 所有激活特殊能力的动物 几乎个个都是身怀特殊能力 如此之下王晓便可以安枕无忧 你站到我面前来 我要送给你一项保命的本事 但是过程会有些痛苦 你可要忍受住啊 保命的本事 没事的老大 放马过来吧 那我可来了 你可要顶住了 天雷护体 赢 狂暴的雷霆只在魔海市的上空轰然乍 而后 一道金色的雷霆 犹如绿剑般划过漆黑的夜空 轰然砸落在了王晓的家中 与此同时 正处在风暴中心的王晓 却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般的惨叫 此时的他已然躺在了地上 每一道电弧的跳动 地上的王晓都会发出一声 凄惨无比的惨叫声 直到最后一道电弧没入他体内时 王晓甚至连发出惨叫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去 你没事吧 没事 和你当初一样 昏过去了 你就别折腾他了 让他在这休息吧 你拖我去院子 这家伙一着急就什么都忘了 不过潘达这家伙 却是令他十分满意 这一下午 他竟然在体内足足留存了十八道 这身体夸张的强度和变态的毅力 简直恐怖 见到昔日好友为重振摩海市 痛得晕死过去 王启力思绪万千 借来的杀招终归不是自己的 能保得了自己一时 保不了一世 对了老王 你的特殊能力快要可以激活了吧 还差多少进化点 我可以先借你 你是说真的 那先说好了呀 我这可是借的 也就两千多点吧 到时候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这是五千进化点 你先拿去用吧 说是借但实际上 夏龙压根没想过让他还 只不过是这个家伙 实在太过于死要面子了 进化点画作点点荧光 没入王启力的体内 而王启力则是闭上眼睛 几分钟后 重物撞击墙面的声音传来 呼天带地的尘土散去后 则是王启力硕大的身体 后化成恶龟的王启力 第一次进化天赋 防御属性的厚土装甲 进化后却化身机甲 金属属性的机身 覆盖上了一层淡绿色的能量装甲 简直是一台移动的装甲车 夜色笼罩 夏龙思绪万千 成功激活天赋的王启力 准备回江夏市执掌大权 但龙组合也即将面临第一次别离 而夏龙准备前往岳山市 此次远行要比往常更迅速 因为他拥有了新的作家 那就是岳山市派来的使者 一只会隐身遁地的巨型苍蝇 驯服这只苍蝇 夏龙可谓是花了不少功夫 十三道龙鹰反复折腾 才让他彻底服软 此时的苍蝇已经彻底沦为了夏龙的傀儡 时光飞逝转眼间 就来到了王启力离开的三天后 夏龙老大你一路多保重 我还是我会替你搭理好的 你好好努力 这边就交给你了 鹰匠 咱们走 奸笑一声 鹰匠已然拔地而起 直冲云霄 岳山市 群山之中 巨大的宫殿群错落有致 除了人变成了动物 这里仿佛是回到了 动物化之前的古代封建王朝一般 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 尖锐的鹰笑声忽然打破了宫殿的宁静 一道火红色的身影 风驰电车地朝着宫殿群的中心 禀报狼王 七护法已经叛变 随时有可能带着十分强大的敌人 朝着我们这里奔来 我没记错的话 你不是去跟着那些家伙的暗少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这么匆忙 是的 属下是跟随七护法的暗少 名字是魏不腾 七护法所居的魔海士 已经被一枚会使用法术的弹给占领了 原来谨慎的狼王在派出了鹰将这些使者后 又担心他们会背叛自己 于是就挑选了一批暗少来暗中盯着他们 而激活了特殊能力的魏不腾 则是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暗少中的一员 他的特殊能力 在开启后能够无视任何建筑物的阻挡 在二十公里以内能观察到目标的一举一动 嗯 一枚会法术的弹吗 这还真有点意思 你回来时 他们就已经朝着我们这边出发了吗 那以你的速度 应该早被老七追上了才对 属下在七护法叛变的当晚 就已经开始往回赶了 至于他们会不会带领大军朝我们这边来 属下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 你下去领赏吧 叫其他几个回来的家伙过来开会 画面另一边 下龙一行正飞速前进 鹰将以你的速度 大概多久才能到岳山市啊 丁波老大 差不多明天这个时候就到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老七那家伙真的背叛老大您了 头儿 我这就去给您清理门户 行了 教你们来不就是商量这件事的吗 吵吵嚷嚷的像什么样子 那怎么办头儿 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不管那没但以什么样的手段逼迫老七 这都不是他背叛您的理由 没错 我同意 对 老五说的对极了 当初拉他入伙的时候 我还说以他的性子绝对不会背叛老大 现在看来 我真的是瞎了眼 老五这番话一出口 就如同在平静的湖面猛的砸下一块大石头一般 瞬间就引来了众小弟的高声附和 一时间仿佛他才是这里的主人一般 而狼王只是陪衬而已 见得到了众小弟的附和 老五锐利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狂热之色 他上前一步 我倒要看看 一枚没手没脚的蛋 能翻出什么浪花来 此时的狼王在看到他这个举动后 锐利的眼睛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危险气息 空气瞬间凝固 气氛竟然一时间变得有些压抑了起来 对 对不起 属下该死 哈哈 都是自家兄弟 没必要这么客气 底下的众小弟却并没有放松警惕 依旧如履薄冰 因为喜怒无常的狼王 表面上看起来人畜无害 但实际上却心狠手辣 天色渐暗 夜幕逐渐笼罩大地 终于可以缓一缓了 要不趁现在有空 再增加一个天赋 虽然对自己的实力十分有信心 但是他隐约觉得这次的月山式之行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狼王的实力真的和之前鹰匠描述时一样的话 那么他绝对会成为下龙到目前为止遇到过最强大的敌人 系统抽取天赋 神秘的天赋转盘又一次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在灵气扣除的那一刻 转盘开始转动了起来 看到系统输入他脑海中关于新天赋的介绍 一开始下龙还兴奋得不得了 转而脸上露出了逐渐痛苦的表情 我去 这不是坑爹吗 刚抽取的天赋 系统居然告诉他要谨慎使用 系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原来被系统称之为稀有天赋 可谓是吊炸天 这玩意使用一次就要消耗一千点灵气 感情就是这玩意使用时消耗太大 系统怕他把自己玩虚了呗 不对劲 就在这时 一变突生 各种莫名的嘶吼声忽然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这是什么情况 那密密麻麻红唠唠的一片 思索间 一批鸟类率先朝着下龙扑揽 他们的目标极为明确 就是下龙 不知死活 恐怖的龙威在一瞬间被下龙释放了出来 如潮水般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只是眨眼的功夫 那群鸟类如同下饺子般的纷纷摔落在了地上 紧接着第二批鸟类毫不犹豫的紧随其后 禀报五护法 我们的赤焰队已经 已经全军覆没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请您指示 这不是废话吗 当然是继续进攻 本来狼王这次让他带这么多人马出来 就是要顺便测试一下下龙的真实实力 反正早测晚测都一样 他索性就叫属下直接包围了他们 拎经望去 只见原本漆黑一片的苍穹之上 忽然莫名其妙的雷光大作 几道金色的雷霆 犹如利剑般划过场合 轰然砸落在了远处的丛林之中 发生什么事了 我去 什么情况 这忽然出现了一幕 拎在场的众鸟都惊掉了下巴 他们纷纷看向了胃不腾 没 没了 全没了 哼 真是给脸不要脸 听着脑海中不停地响起戏头提示音 此时的下龙兴奋到了极致 头 这么强的对手 我们要继续进攻吗 上面没指示 我们只能硬着头皮上 说完众鸟浩浩荡荡朝着下龙方向攻去 主 主人 能不能 先别出手 他们中有我认识的 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吧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吧 本来大晚上的莫名其妙被这群鸟给围殴 它就已经够烦了 现在又有敌人想围殴它 鹰将居然还让它不要出手 主人 他们都是狼王的部下 在其中我感知到了我哥的气息 果然如此 其实刚刚他就在怀疑 袭击他的这些鸟类很有可能是狼王的爪牙了 莫非 鹰将这家伙还留了一手 等 等等 主人 我绝对没有出卖您 您如果信得过我的话 让我来和他们沟通如何 我保证他们不会再对您抱有敌意了 那行 你让他们停在一百米以外 如果他们敢踏入一百米范围以内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下龙现在的神识感知的最大范围 就只有半径一百五十米左右 这个距离 刚好能让他将这些鸟类的情况全部探测清楚 而此时五护法一行也带着小弟们感到 哥 你们不要过来 全部停在原地 老七 你这个家伙居然还有脸跟我说话 你背叛了王 这次回来是来灵死的吗 对不起了哥 我现在也是身不由己 不管你们要干什么 都赶紧退回去吧 千万不要踏入一百米之内 主 主人的实力你们也看到了 你们来对付他简直就是白白送死 你闭嘴吧 背信弃义的东西 敢问阁下就是凭借一技之力 推翻黄金狮子王统治的高人吧 不知道阁下可有名号或者尊称 考虑到直接叫他淡的话 可能搞不好就会被他用来劈死 老五略微有些尴尬 这可真有意思 你们折腾了这大晚上 搭上了这么多的人马 就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 回禀阁下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侦察鹰眼 居然还有这种特殊能力吗 不知道阁下的名号或者尊称是什么呢 到时候我们也好替您报出名号 名号吗 我倒是也有那么一个 龙巢 圣主 一日清晨月山市 巨大的广场 高台之上 狼王悬浮在半空中 俯视众生 而他的身后一众护法 纷纷肃目以待 松江市 满熊王道 哈哈 狼王好大的排场啊 我熊某人一听说你要开天下大会 这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 没想到竟然是第一个盗蛋 哈哈哈哈 老早就听说了白熊王是性情中人 今天一见 果然是这样啊 青州市 狮王道 沧海市 邋遢王道 万象窟 象王道 整个广场上 此时几乎是聚集了各地的霸主机人物 无疑不是强大至极的动物 在狼王这个东道主的协调下 他们相互之间竟然聊得火热 你那边居然遇到了这种事情吗 嗨 别提了 我那边本来还好好的 地盘都被我死死地拿捏在了手里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一天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一群死耗子 那群狡猾的家伙 专门挑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 来偷袭我们 而且还每次都出动上万只 我们拿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他们的老大 也是个很恐怖的家伙 我的好几个属下 都死在了他的手里 也不知道这次出来 家会不会被那群耗子偷了 此时的邋遢王正一脸忧愁 你说到这个 我那边也出现了一对雌雄杀手 专门猎杀我地盘上 那些进化点多的动物 我有好几个专门 收取进化点的小弟 都遭到了他们的毒手呢 够了 吵吵嚷嚷的你们烦不烦呢 正当众人聊得火热时 一道极为嚣张的声音 却忽然打破了 本来极为融洽的局面 众人循着声音看去 发现这是一只 长得极为丑陋的水牛 镇山市 牛魔王 狼王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大老远的来着的 如果你叫我来着 就是和这群无核之众 闲聊这些无聊至极的事情 那我就回去了 就是 不是说要开什么天下大会吗 怎么跟闹着玩事的 这两人从一开始来到广场上市 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你们算什么东西 敢这么和我们说话 就是 我们聊天关你们什么事啊 是不是献奏 众位都消消气 再等等位 还有一位没来呢 狼王话说到一半 目光一鸣 看向了广场的外面 龙巢 圣主斗 龙巢 难道真的有恐龙吗 可是这不应该啊 不会吧 这种史前生物真的会出现吗 他们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时 却大失所望 此时的天空上红唠唠的一片 赤红色的火焰鸟拍拍战 组成了一座巨大的站台 而站台之上 正是威严无比的下龙 一群杀鸟居然敢取名叫龙巢 这家伙简直狂妄至极 就是就是 连狼王都不敢取这样的名字 这可真是不值死活 发现并没有恐龙的出现 广场上的动物们开始对着天上的鸟群冷嘲热讽 疾病狼王 属下性不辱命 已经僵涩 圣主准时带到 说实话 他爆出下龙这个名号室 也是有些难以开口 因为这个名号实在是有些太狂了 都下去吧 你们几个给这位圣主安排个位置 遣散了天上的众鸟 狼王饶有兴致地打量起了鹰匠背上的蛋 闹了半天 原来这些都是狼王的部下 神神秘秘的 能是什么动物呢 好了半天不过就是个没破壳的蛋 与广场上的议论纷纷不同 此时五护法正面色凝重地站在一旁 轻声细语地在蓝鸣王耳边 禀报着重要的信息 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一副风轻云淡的狼王 心中早就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属下绝对没有撒谎 和我同居的这么多的弟兄都可以作证 这个家伙真的非常恐怖 头儿我们要早做打算了 否则的话 五护法的眼神充满了惊恐之色 你先下去吧 狼王眼神中闪过一丝灵光 心中已然有了打算 诸位都安静一下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么在下就不多浪费时间了 准备开始大会吧 狼王清了清嗓子 再一次站了出来主持局面 在大会开始前 就让我先来介绍一下 咱们的这位圣主 咱们的这位圣主大人 可真是不简单啊 凭借着义己之力 他居然把白毛虎王的王朝给一锅端了 行了 狼王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赶紧开始大会吧 眼看着狼王越说越离谱 甚至还添油加醋地 虚构了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夏龙终于是坐不住了 如今他已然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底下的动物们有的充满敌意 有的满是质疑 更有甚者眼神已经是一片狂热之色 这么明显的捧杀 这狼王显然没安什么好心 哈哈 既然圣主都这么说了 那咱们就开始吧 诸位 当今天下大乱 秩序崩塌 狼王在半空中开始了他的演讲 他所说的 无非就是分析了一下当今天下的局势 以及他打算建立新的秩序等等 说的那叫一个热血沸腾 诸位 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接下来让我们选举出一位盟主 然后建立一个只属于我们的时代吧 狼王费尽周折 将这些各地的霸主及动物 聚集在了这片广场上 为的就是组建起一个强大的势力联盟 然后和他一起制霸整个大下国 哈哈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没错 开始选举吧 是打架还是拼小弟 我觉得还是大家都打一架吧 只有这样才有心服力 就是就是 谁的拳头应谁来当老大 这可是自古以来的规矩 广场上的动物们 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商量起了 选举盟主的方法 一时间竟因为这件事情 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都将目光转移到了狼王的身上 既然大家都这么看得起在下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我觉得吧 既然是当盟主 那么强大的实力 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我也支持 以实力来说话 不过既然大家以后要一起共事 那自然是需要点到为止的 不如就以三招来决定胜负怎么样 狼王说得头头是道 很快就得到了场上 大部分动物的支持 最后所有动物的目光 都齐刷刷地落到了下龙的身上 大家都支持了 圣主 你觉得呢 我没意见 你们开始吧 我最后再上场就行 好 果然够痛快 在狼王的吩咐下 鄙视正式开始 我先来 有没有人要和我鄙视的 牛魔王首当气冲 走到了鄙视场地的中央地带 经过了几十轮激烈的鄙视后 此时站在场地中央的 正式有始至终 在场除了狼王以外 下龙认为气息最强大的狮王 不得不说 这狮王的特殊能力 当真是有些惊世害俗了 此时的他浑身燃起了熊熊的烈焰 以及下龙没有和他鄙视 只要打败了他们两个 这狮王就能顺理成章地当上盟主 我忽然有点事得先走了 就先不奉陪了 你们慢慢玩吧 因为就在刚刚 下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烦躁 而这之前就是在第一次地球 一直转变之时 才有过的感觉 什么 现在马上要轮到你上场了 你这个时候要走 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就是 估计是看到我们的实力 吓得胆子都破了吧 大家快拦下他 这种货色军人也配 和我们一起参加大会 不如直接就地格杀算了 这里岂是你能说走就走的地方 听到下龙这个时候说要走 在场的绝大多数动物们 都瞬间炸了过 不知好歹 我倒要看看 我要走的话谁能拦得住 此时的下龙心烦意乱 哪里有空和这群动物纠缠不清 且慢 不知道圣主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就要走呢 这眼下马上就要决出胜负了 也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 不如等决出胜负了再走如何 就当是给再下一个面子 哪怕走个过场 狼王你就别给这种鼠辈留面子了 这种胆小如鼠的家伙 得给他好好吃吃苦头 各种震耳欲聋的售吼声响起 动物们站一滔天 已是失利的他们 此刻无疑是把下龙当作了出气筒 能量挺不停闪烁 特殊能力在一瞬间被激活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了 龙鸣正消 无形的灵魂攻击 犹如潮水般瞬间席卷了整个广场 刹那间震天焊地的龙鸣声 在刚出手的动物脑海中忽然炸起 纷纷惨叫一声后倒地 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的眼睛花了吗 你没有看到他刚刚是咋出手的吗 刚刚那一刻 广场上动物头领歇菜倒地 而狼王则是在他们出手之前 就躲得远远地看下去了 还好他没有贸然出手 否则 下场估计就和这些家伙一样了 头儿 你没事吧 兄弟们给我上 看到自家老大被人放倒了 手下纷纷揭端打算和下龙拼命 本来还想留着你们以后会有些用处 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愚蠢 那么 准备迎接我的怒火吧 眨眼间 击到磨盘大小的红色六星芒阵 在半空中瞬间成形 橘红色的火焰从中喷吐而出 恐怖的热浪煞时间席卷了大半个广场 这 这是什么 尖叫声在广场上此起彼伏 只是片刻功夫 广场上就彻底化作了一片火海碗如炼鱼 而此时的下龙 无视了脑海中不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下龙将目光停留在了 飞在半空中的狼王身上 好家伙 竟然一变成了鬼欲狼王 而在他的头顶之上 巨大护照已经倒扣而下 似将吞噬整个广场 怎么 你也要拦我 圣主大人好大的威风 居然敢在我的地盘上动手 难道 不打算给再下一个交代吗 你想要什么交代 难道他们要杀我 我还不能还手的补偿 眼前的狼王 激活了增幅属性的特殊能力之外 还拥有能够释放出体外的特殊异能 这样的强大一变 还是独一分 这已经和广场上大部分特殊能力拥有者 有着云泥之别了 不如你臣服于我 然后再交出刚刚获得的进化点 我就放你离开如何 我要是不呢 煞事天空中传来了狼王穿透力极强的声音 明明他发出的声音极小 但却带着震震的嗡鸣声 甚至让下龙不经意打了个哆嗦 竟然是灵魂攻击 必思极为微弱的眩晕感传来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逆流从天而降 伴随着狼豪狠狠砸向地面 猛烈的冲击加上短时的眩晕 下龙不经意从背上滚落下来 片刻后又恢复如初 毫发无损 这 这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强撑对不对 诸位 这家伙这么可怕 不如趁现在大家聚集在一起时 大家齐心协力将他抹杀 否则等他成长起来 这大下国就根本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了 此时的狼王将期望全部都寄托在了 刚刚没有对下龙出手的那些动物身上 他们气息虽然微弱 却每一个都是激活了好几种特殊能力的存在 狼王说得对 我同意 我也是 今天绝不能让他离开这里 那你们可以试试看 可正当下龙饶有兴致之时 他的脑海却中莫名地响起了几道犹如锁链锻炼的声音 他的心也在同一时间跟着一同不安地激动了起来 强大的龙威在一瞬间被下龙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 此时的下龙仿佛又恢复了刚刚的那种交集状态 而且还带上了几分怒力 都给我滚开 当我折死 神龙 吐息 一声抵嗑之下 一道拇指般粗细的灰色气体 慢忧地从龙蛋中钻了出来 整个广场上的动物瞬间大惊失色 此时它们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这里 但 却来不及了 灰色的气体在接触空气那一刻 瞬间凝结成冰 然后广场上的空间好像被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 色彩在一瞬间全部消失 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一片黑白之色 仿佛天地间就只剩下了这道气体 刺目的白光以迅雷不及而之事向周围扩散 在场的所有动物都带着恐惧 刹那间消失在了白茫茫光线之中 待到白光消散后 点处传来的下龙略微有些虚弱的声音 鹰匠 我们走 脑海中忽然响起的那几道咔嚓声 是用来契约奴隶的天赋 从获得到现在 已经对不少动物使用过了 一旦完成契约后 不论距离有多远 和奴隶之间都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感应 我能够凭借它感知到奴隶的生命气息 而就在刚刚 我突然和某些动物失去了感应 龙魂契约霸道无比 除了我之外 绝对没有任何动物能够主动解开 除非被契约的动物已经死亡 而失去感应的那些动物 全部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江夏世 当初为了囤积灵气 夏龙曾经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之久 而在那一个月里 城中所出现的异化动物 全部都被它打上了 夏龙离去前 曾经令令它们协助王宝守护江夏世的安危 可现在它们的气息竟然全部都消失了 一共八道 此时的夏龙心急如焚 想要赶快回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夏龙的安危 毕竟当初出来时 它根本就没想到会发生地球一至二次降临这种事情 所以那里只有王宝和几只异化动物的守护 可之后随着地球一至二次降临 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动物崛起 这种情况下 江夏世的那些战力就有些不够看了 即便是加上前几天回去的王启力也是一样的 因为那几道气息都是在一瞬间同时消失的 要做到这种程度 袭击江夏世的动物实力绝对不一般 经过了一晚上连续不断的飞行 夏龙总算是进入了苏省境内 此时他和鹰匠正停留在一处小山坡上稍作休息 这里是地处与摩海市和江夏市之间的一处山地 昨天异兽大战 即使是夏龙全力用自身气息护住了鹰匠 他还是受了不轻的伤 毕竟那是属于无差别的攻击 如果没有夏龙的保护 他早就已经和大部分动物一样 消失在了广场上 休息差不多了 该出发了 等等 那家伙是 一道极为熟悉的身影 其匆匆地出现在了夏龙的神势范围内 鹰匠 下去拦住他 是 尖锐的鹰笑声响彻整个山谷 鹰匠就俯冲而下 停留在了那道灰白色身影面前 给我滚开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哈士奇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没错这道身影正是曾经夏龙在江夏世时 他的坐骑兼贴身助理 曾经恶犬帮的军师 因为此时的哈士奇浑身都是触目惊心的伤痕以及误悔 看上去疲惫到了极点 圣于圣主大人 真的是你吗 你先别激动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慢慢和我说 此时的夏龙暗暗心惊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让这么一只之前充满了豆逼属性的哈士奇 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是几只老虎 原来昨天忽然有几只强大的异画老虎入侵了江夏世 而王宝他们为了守住江夏世 和这群老虎大打出手 但是对方实在是太强大了 所以他们损失惨重 幸好王启力提前一天就赶回了江夏世 否则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哈士奇偷偷跑出来 则是受到了王启力的指示 让他去摩海市找吴小班救兵 毕竟那边还有他一众小弟等强大战力 应该足够应付这群老虎了 圣主大人 您快回去吧 我怕王老大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毕竟那几只老虎的特殊能力都十分强大 而且对我们怨念极深 这说来也巧了 那几只老虎 刚好就是曾经被王宝和猫老大 还有米奇等联合起来赶出去的那几只 当初动物化才刚刚降临时 城里的势力为了避免他们成长起来后统治他们 于是就和起火来 一起将幼年形态的他们赶出了城市 让他们去野外自生自灭 可没想到的是 这几只老虎居然全部都在残酷的野外生存了下来 并且在地球一只二次降临后 全部都激活了十分强大的特殊能力 这完全就是放虎归山 由于没办法带上哈士奇 所以夏龙只好指了一条去摩海市相对安全的路给他 这条路是他和王启力当初走过的 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什么强大的动物 会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好的 我明白了 鹰将再次腾空 朝着江夏市的方向飞去 此时的夏龙心中隐约有些焦躁不安 飞虎对吗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啊 城 此时的江夏市迎来新的一天 在城市的入口处 一只体型巨大的鳄龟正盯着远方 满脸的警惕之色 王老大 你先去后面休息一下吧 这里我们先看着 王启力来到江夏市的第二天 就遇到了老虎的袭击 那群老虎全部都是激活了特殊能力的动物 战斗力恐怖至极 而且他们极为试杀 凡是在他们进入城市后 被他们看到的动物 几乎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 幸亏关键时刻 有他带领着王宝 以及城中一众同样激活了特殊能力的动物殊死反抗 这才将他们短暂的逼退 说是逼退 但实际上昨天那场战斗 他们这边是一直处于劣势的 要不是关键时刻他孤注一掷 一次性使用了两道下龙封印的技能将对方头目中伤 这江夏市恐怕在昨天就已经彻底文献了 没事的 我不在这 他们忽然袭击你们应付不来 虽然他也特别想去休息 但现在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允许 那些老虎是因为害怕他体内的特殊能力才暂时退去的 可一旦发现他不在这 没有了估计他们肯定还会卷土重来 早知道就不逞强了 当初在摩海市 夏龙打算给他体内封印时 他就不应该逞强 否则的话只要那几只老虎赶来 他就像夏龙一样随随便便扔他的十几发就屁实没有了 现在好了 他体内就剩下一道了 小样没想到你还挺顽强的吗 我们老大说了 只要你肯归顺我们飞虎队 我们就不为难你了 你看怎么样啊 开玩笑以这群老虎的凶残程度 他们放弃抵抗后能放他们一条生路才有鬼了 你上去陪这只小样好好玩玩 我 是 这只老虎极为明显地犹豫了一下 但最后还是任命般地走了出来 哼 当你王爷爷怕了你不成 眼看着对面一步一步地靠近 王启力当即就坐不住了 正当他打算发动特殊能力 王宝和另外几只狗却挡在了他的身前 王老大 他就交给我们几个吧 脸上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王宝的体型瞬间膨胀 直立地站起身来 另外几只狗也是纷纷激活了各自的特殊能力 震耳欲容的虎啸声传来 战斗一触即发 王宝带领着几条狗和老虎瞬间站成了一团 现在这种情况 他们也就只能拖一阵是一阵了 哎 看来是躲不掉了 后吐装甲 共鸣 王启力犹如一颗炮弹般 声势浩大地撞向了那两只老虎 他的速度极快 两只老虎匆忙向一旁躲闪 虽然有把握挡下他这一击 但是一想到他身上还有这种大杀招后 他们还是选择了暂避锋芒 他们现在只要耗时间就行了 因为王启力的体力根本就支持不了他攻击太久时间 在僵持十几分钟后 最终王宝那边率先被对方抓住了机会 一击打翻在地 而此刻的王启力体力已经明显支撑不了多久了 身上冒起了黑烟 用尽过大 这机甲该不会是抛锚了吧 哈哈哈哈 他撑不住了 这是你们逼我的 激发了体内仅剩的最后一道 天雷护体 刹奈间 磨盘大小的金色悬阵在王启力的背上瞬间成形 金色的光柱从中暴射而出 直冲天际 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中忽然乌云密布 一道金色的雷霆 携带着万军之士轰然砸落在了城门口 双方都根本没有逃出攻击范围的时间 这倒是夏龙封印在王启力体内的 并不是由夏龙亲自释放 所以他的威力自然是没有那么夸张了 可即便是如此 这道雷霆还是让这几只老虎 还有王启力以及王宝等几条狗瘫软在了地上 受了不轻的伤 这一波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轮到我们了 给我上 大家冲啊 趁他病 要他命 原本站在他们身后那些龙巢的普通成员 他们竟然全部一股脑地冲了上岸 此时他们对着趴在地上的几只老虎就是一顿毒打 这些动物全部都是一些没有激活特殊能力的普通动物 一股俱力传来 原本正在围遇老虎头领的狗子们 竟然在一瞬间被击飞 被击飞出去的那些狗子在挣扎了几下后彻底没了气息 一群砸毛狗也敢对我动手动脚的 原本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的老虎头领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却恢复了行动能力 哼 没想到对付你们这些垃圾 我们竟然还要用到这招 今天 你们都得死 这种能力能让他们在短时间内获得远超自身的强大力量 而副作用就是需要燃烧他们的生命力 并且终生只能使用一次 受死吧 七只老虎竟然在同一时间朝着趴在地上的王启莉扑杀而来 完了 夏龙 我只能下辈子再收你当小弟了 王启莉心如死灰 咔嚓 犹如金属碰撞和硬物破裂的声音同时响起 撕心裂肺的声音传来 老王 给我死 龙之怒火 一声震天焊地的高抗龙银声 忽然在这些老虎的脑海中乍响 难闻的焦虎味道传来 在一片橘红色的火光中 七只老虎的尸体请客间就焚烧成虚无 看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王启莉 夏龙愤怒至极 系统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